第2061章 琴音很美 湖面之上清风吹荡 吹得时风的长发不断飘舞 一步一步 踏着湖面 时风朝着那夜幕周之上的白色倩影逐步接近 悠悠琴音未停 回想天地 白衣及如墨的长发 仿佛都在随着琴音舞蹈而起 令人痴迷 白色身影看着有些孤疾 令人看着想要上去呵护 动听的琴音 白色的身影 琴仙 雨昕 曾经的一幕幕 不断地从时风的脑海中闪现起 与她认识虽然很短暂 但却成了她一段无法抹灭的回忆 望着那道白色倩影 时风心中有些期待是她 但又希望不要是她 时间虽然过去了差不多一年 但是她 仍然还没有想好 该如何面对她 哗然一声 一道大浪拍来 冲击在那夜孤舟之上 孤舟摇晃 美人随周而荡 琴音却是未改 仿佛透着伤仇 又透着哀怨 又仿如有着一股说不出的苦楚 琴音虽好听 但是情韵 却是伤感 时风踏着江面 已经来到了孤舟之后 离得舟上的白色倩影越来越近 按理说 以时风的灵魂之力 只要心念一动 那女子的面貌便可一览无遗 此时此刻也不知道 时风是忘记了 还是顾忌什么 还是其他的什么理由 他并没有那样做 绕着孤舟 时风徐步走到了右侧边 接近船头 顿时间 一张白皙美艳的侧脸 映入了她的眼中 果然 不是她 望着这张侧脸 时风暗暗说道 这一刻 她心中有些失落 不过 也有些放松 这是一位 她先前并未见过的建家女子 年龄不大 看上去比自己都稍小一些 舞蹈境界 却已在八星伴神之境 争 而就在这时 情音荡漾 抚琴的五指一顿 美尿的情音忽地停下 那位弹琴的白衣女子 缓缓转头 望向了时风 白皙美艳的脸上眉头皱起 开口问道 你是何人 这白衣女子显露出的这般表情 以及她的话语 好像她 也并不认识时风 见风 持风开口答道 爆出了这个名字 跟着 她说道 刚才听你情音 见你背影 我还以为是我以前相识的一个朋友 都有打扰 还望见怪 就此告辞了 说完这话 时风转身便将离去 而就在这时 只听那白衣女子面色一动 突然说道 哦 有人被影集所奏情侣 与我相似 当说着这番话 那张白皙美丽的翘脸上 露出了一抹金融 而听到她这话 时风行走的脚步忽地一顿 转回过声望向那的白衣女子 对她点了点头 说道 确实挺像 哦 白衣女子一声轻落 跟着对时风微微点了头 然后又开口 对她说道 她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吧 听到她这话 时风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犹豫之容 不知该如何作答 犹豫了一会之后 才见她点了点头 说 算是吧 对于她 时风到的现在 都没有好好整理过 就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见到她回答的算是 白衣女子的眉头又轻拧而起 望着面前的这个青年 笑脸之上 露出了一抹若有所思之状 过了一会儿后 她才又说道 你我在此遇到 也算有缘 我弹奏的情音 你还要听吗 时风点头如实回答 如此美妙情音 自然想继续听 既如此 那我便再为你弹奏几曲 白衣女子道 求之不得 持风说 听到这人如此直接 白衣女子对着她 奄然一笑 笑也如花 跟着 她缓缓转头 目光 在而凝视于她身前的 古琴之上 双手 在而在琴上 缓缓辅动起来 争 一道悠扬美妙的情音 在而在这片天地间 回荡 争争 争争争争争 接着 一声接着一声 听着几美 很快便可令人陶醉 进入美妙的意境当中 持风停下的双脚 再而开始缓缓迈动 一步一步 走到船头之前 面对着船头 面对着孤舟之上的 这位白衣女子 盘膝而坐 就这样坐于湖面之中 一边静听情音 一边欣赏着弹琴的美丽女子 一男一女 一情一粥 顿时之间 这片湖面 构成了一幅非常唯美的画面 风起 浪涌 距离湖宝远处的半空之中 此时此刻 就连石峰都没有发现 两道威武的身影奥利 双目 一直凝视着他所在的湖心 那两道威武的身影 便是剑家的大爷剑泽 与二爷剑影 而这时 剑泽的面容之上 浮现了一抹冷然笑意 对身旁的剑影说道 婉儿的魅力确实是大 看来这小子 已经对婉人着迷了 听到剑泽这话 剑影的脸上 浮现了一抹傲然之容 对剑泽说 我看也是了 对于自己的女儿 剑影一直有着绝对的自信 论天赋 论美貌 无论什么 他都觉得自己的女儿剑婉 超越了剑狱的那个二女儿剑染 没有想到 胡伯之中正为时锋弹琴的白衣美丽女子 竟是他剑影的女儿剑婉 看来这一切 都是他剑泽与剑影 刻意的安排 刻意安排的这场偶然 跟着剑影又说 我相信接下来 婉人知道会怎么做 嗯 剑泽点了点头 胡中 争 悠悠情音在而荡漾 一曲很快结束 而时锋却依旧有些陶醉于这美妙的情音之中 虽未喝酒 不过时锋的脸上 已经浮现了一抹醉意 过了一会儿时锋才开口 问向孤舟上的白衣女子 道 结束了 听到时锋这话 那位白衣女子的脸上依旧带着淡然甜静的笑意 对时锋点了点头 回答 嗯 这一曲已经结束了 情音很美 我还没听够 时锋却说 不过这位白衣女子确实说道 我还有些要事在身 此刻不得不离去 而你若想继续听的话 黄昏之时我会再来此地 到时候 我再为你弹上一曲 如何 好 池峰硬道 虽然喜欢这情音 但是对方既然有事要离开 他便也不强求 更何况 他说黄昏再来此地为自己弹奏 第2062章害羞的渐染 孤舟之上 白衣女子的脸上一直挂着那一抹甜静 看着很舒服的笑意 跟着 只见他坐于孤舟的身形缓缓起身 然后 跨下了孤舟 双脚 踏着了湖面之上 随后 他对时锋在而开口 点了点头 说 告诉 嗯 告诉 池峰对他点头回应 跟着 白衣女子转身 双脚踏着湖面 一步一步 朝着岸边飘然走去 池峰身形依旧未动 依旧盘膝坐于这湖面之中 双目凝视着那道飘然而动的白衣倩影 望着他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这一刻的他 也不知道在心里想些什么 或许有些事情 我该去面对吧 池峰的嘴中 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随后 他的脑海之中 浮现了当日那一道如仙的身影 那一张绝世清诚的白皙容颜 那小子 这片湖泊另一对岸的远处虚空 池峰还是没有发现 这里此刻 正悬浮着三道身影 不仅池峰 就连另一方躲在暗处的剑泽与剑影 都没有发现 一道身影 为一位俊逸中年 还有两位 是两名老者 正是剑家家主剑玉 与封云二老 封老开口 说道 看这样子 大爷与二爷 想以剑挽着丫头 拉拢这个小子 封老话音刚落 云老冷然说道 看来这两人 到得现在还没有死心 剑玉领悟了天地为剑 很多曾经不认可剑玉的剑家人 如今大都已经认可 原本他们以为 剑泽与剑影的剑影 剑影应该也该稳定下来了 却是没有想到 这两人如今还在搞这些手段 这时 就连剑玉都缓缓开口 道 原本我也以为 他们该死心了 却没有想到 我屡次退让 道让他们屡次得寸进尺 当剑玉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忽然间 一股凛然的杀意 从他的身上席卷而出 当感应到剑玉散发出的杀意之后 风云二老的两张老脸 在此刻同时一变 而紧跟着 只见两张老脸之上 雾满了欣喜 早些年他二人便劝过剑玉 让他找机会除去那二人 以绝后患 可是剑玉 一直念及兄弟之情 一直不想对那两人动手 看来如今 这两人已经真的惊悟剑玉了 接着 云老又开口说道 或许因为这个妖孽的出现 所以剑泽与剑影 想江西望都寄托在这个妖孽身上 前些时日我甚至都想过 如若这小子一直待在我们剑家 如若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或许 他将会成为另一位领悟天地为剑的人 另一位领悟天地为剑 听到云老那话 风老都忍不住发出惊然大呼声 实在是云老那话 太令人觉得震惊了 那小子若真的愿留在剑家 若他也领悟天地为剑 再在以后 家主剑玉也不入真神三重天 而那小子 也不入真神三重天 那么剑家 将是何等的强大 估计整个小世界 都得以他们剑家为尊了吧 这时 就连剑玉都缓缓点头 赞成云老的话 其实这小子若继续成长 若他今后也修炼天地为剑 他 还真的极有可能领悟 而且你们可别忘了 这个妖孽 如今不过九星半神 但是他的战力 可是说 已是真神一重天中无敌了 嗯 风老点头 我也已经听说 前几日 剑来剑也剑机三人 联手挑战这个妖孽 结果 一起败在了这个妖孽的手中 如若有一日 这小子真的成功步入真神三重天之境 那 那将是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啊 说到这 风老的双目猛然一争 都因为自己的话而面露惊骇 所以 剑泽与剑影 他们没有家主的天赋 便将所有希望 寄托在这个妖孽的身上 云老道 他们想让剑碗勾引这个妖孽 让这妖孽站在他们那一边 然后全力栽培这个妖孽 想以这个妖孽来翻盘 这两人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说着说着 就连云老的语气 也已经冰冷了起来 而他们也已经发现 家主剑狱的脸色 已经越来越冰冷了下来 可以说 他们第一次见到剑狱 显露出如此冰冷之容 剑锋 持锋 剑狱的嘴中 念叨着这个名字 双目 还是紧紧的凝视在盘坐于 湖面上的那道黑色身影 那位白衣女子 虽然早就已经离开了这片湖泊 早就消失在了石锋的视线当中 不过她的双目 还是静静的凝视着她离去的方向 面容之上 依旧已附入有所思之容 过了一会儿后 石锋盘坐的身形才缓缓站起 跟着也一步一步 往岸边悠然走去 不久之后 石锋也走出了这片湖泊 继续沿着这湖岸漫步起来 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间 她走入了一片天地元气 异常浓郁的树林之中 剑锋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道交呼 从石锋的右方响起 听到交呼声 石锋缓缓地转过头望了过去 对她发出呼声的 正是剑家的那位二小姐 剑冉 真巧 剑到剑冉 石锋对她点了点头 什么巧啊 我知道你在这 所以专程过来找你 剑冉却是如此说道 哦 听到她这话 石锋面色一动 跟着问道 专程找我 有什么事吗 身形一个闪动 剑冉已经闪到了石锋身旁 哎 只听她突然发出一声轻叹 说 我听说前几日 我大哥 二哥 还有我大姐 去望花德打搅你了 结果 他们三人都被你给打趴下了 哦 原来那三个 是你的兄弟姐姐 石锋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面了一抹恍然之容 她说剑家怎么突然跑出三位天才 原来是那剑家家住剑狱的儿女 那剑狱的实力本就很强 生出如此三个天才 倒不奇怪 是啊 回答着这两次 剑冉白皙的俏脸 已经有些羞红 她知道那三位去挑战石锋的原因 一切 全是因为 自己 因为如今在剑家的那个谣言 一想起那个谣言 又望着眼前这个与自己谣言之人 剑冉 毕竟是女儿家 跟着 只听石锋又说道 下次你见到他们的时候 去跟他们说一声 要想挑衅我 就多叫一些人来 嗯 今早你那个大姐 又挑衅过我一次 我已经很明确地警告过她了 第2063张强大的剑仪 我大姐又去找你了 剑冉对着石锋惊道 不过以她对大姐见机的了解 大姐 也确实是这个性格 她 怎能甘心败在一个男人手中 更何况 是一个年纪比她还小 甚至舞蹈之镜比她更低的男人 而从眼前这个人的话语中 剑冉又听出 大姐 应该又在此人的手中受挫了 这个人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怜香惜玉 想到这 剑冉又想起了曾经在满荒外界 这人对自己施暴 那个时候 她那残暴的手段 完全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手下留情 你既然专程来找我 不会指这件事吧 这时石锋又开口 对剑冉说 哦 对了 听到石锋这话 剑冉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说道 除了我那两位哥哥与大姐的事外 明日便是舞蹈之战 这几日 我们剑家一直举行家族天才之战 我想你今日应该也出关了 所以便想邀你前去一看 哦 原来是这样 持风说 我现在本就无事 前去看看也好 嗯 我们边走边说 剑冉说 嗯 好 持风点头 跟着 在剑冉的引领下 他二人 便往那处天才之战举办之地而去 这时剑冉又开口 对石锋说 那场舞蹈之战 我们两人我父亲已经答应迎藤 所以必须的参战 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其实我们剑家重长辈 基本内定了我们剑家的那位天骄 剑印 剑印 那可是与你一样 步入了九星半神之境天才 当然 剑印的战力 与你自然是无法相比 而为了公平起见 又为了不埋没低调的天才 我们剑家长辈们 都会决定举行一场天才之战 决出真正的天才 不 持风缓缓点了点头 不过对于那场天才之战 其实他的兴趣并不是很大 对于他来说 剑家那些所谓的天才们 与他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去哪里看看 只是当作打发时间而已 不久之后 剑冉带着石锋 进入了一座无比宏伟 无比壮阔的金色大殿之中 刚刚踏入 石锋二人便听到一道道惊呼声 以及阵阵狂暴的轰响声传来 仿佛战斗已经进行到了很激烈的地步 走 快去看看 感受到传来的轰响以及能量波动 剑染随即对石锋到后 随即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这两股力量 石锋也感受着传来的能量 一生轻难之后 剑剑染加快脚步 他立即跟上 为多久 石锋与剑染便见到了一座 耸立大殿中心的巨大圆形站台 站台之上 此时此刻正有两道身影在激烈战斗 这是两位二十岁以下的青年 而他们的舞蹈境界 竟然接步入了九星半神 站台的八方 是一座座看台 此时此刻看台之上 已经坐满了剑家之人 不过这一刻 无数剑家人的面容上 揭露出了金燃之容 此刻站台上的一站 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一站 竟然有人 正跟剑家大长老的孙子 剑印争锋 而且 还是剑家的一位旁系紫婢 剑染带着石锋来到了一座看台之上 望着擂台上的两道身影战斗 剑染也发出了 竟然呼声 剑印 竟然已经步入九星半神境了 而且 还跟剑印打得如此激烈 前些十日他们见到剑印的时候 他不过八星半神 而这短短十日 竟步入了九星半神 不但如此 剑印已经步入九星半神一年之久 都领悟了剑家三道九星半神战绩 但此时此刻 剑印不断发动的绝强剑技 却是不断地被剑仪的剑给挡住 剑仪 步入九星半神 不过短短十日 竟然都可跟剑印抗衡 剑仪 何时变得如此强大了 持锋与剑染同时出现 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道目光 有羡慕 有嫉妒 对于剑家很多男子来说 这是剑家高高在上 身份尊贵的二小姐 令人高不可攀 如今 竟与这个剑锋走在了一起 但对于剑家 很多女子来说 如此绝世天骄 这么强大的男人 却选择了二小姐 战台的战斗 还在进行 振振喝喊 振振爆破 还是不断地在战台上响起 而渐渐地人们发现 此刻的剑仪 竟然逐渐压制住了剑印 剑仪手中的剑仪洞间 倒倒强大无匹的剑气 在剑印的四面八方显现 同时涌向剑印 而剑印挥剑抵挡 同样倒倒强大的剑气显化 虽然将剑气不断地挡住 却是显现出了疲态 胜负已经注定 而这时 望着战台上的石峰缓缓开口 说道 嗯 听到石峰这话 渐然也跟着点了点头 随后 清冷地翘脸之上眉头皱起 道 这剑仪 竟然变得这么强大了 他的进步 也实在太快了吧 确实很快 石峰也点头认同道 跟着说道 前些十日 他不过八星半神 而几日不见 他不但境界提升 就连整个人的气势都已大变 仿佛一柄出窍的剑 仿佛一头觉醒的猛兽 锋芒毕露 这种感觉 与前几日的他相比 已经完全不同 就好像 完全变了一个人 接着 渐然又说 不过我们见家再出一位如此天才 也是好事 呃 忽然 只听一道痛苦的身影之声 从战台上传来 众目睽睽之下 众人见到那位曾经人们心中二十岁以下的第一天才剑印 身形已如破纱带一般 在剑仪的力量下狂猛倒飞 而就在这时 剑仪仍旧没有收手 手中的长剑直指前方 顿时间 只见一道无比巨大的剑气与半空显现 带着绝世冰冷的沙翼 朝着倒飞之中的剑印 狂猛落了下去 以如今剑印的状况 若是这道剑气下落 他根本反抗不了 如此强大的一剑 足以取他性命 处子 敏感 忽然间 只听一道怒然爆喝之声 在东面看台上 暴响而起 发出这道怒然爆喝声的 自然是剑家大长老 剑山 孙子剑印一直以来都是他的骄傲 此刻败在剑家一位庞系子弟的手中 本来就等于那庞系涅障 狠狠地扇了他剑山的老脸 而此刻 那涅障竟然胆敢对自己的孙子剑印下杀手 第2064张剑一战始风 大长老的爆喝之声 已经回响于整座金色大殿 剑山的身形 都已经从看台上站起 冷然的杀意 已经开始狂乱纵横 按理说 站台之上天才决斗 任何人都不得插手 而此刻 却是没有人阻止这位剑家的大长老 就连家主剑狱都在场 面色依旧一片平静淡然之色 没有进行阻止 不过就在这时 那一道在剑一力量下显化的巨大剑气 瞬间消失于无形 砰地一声众响 剑印那一道身影重重衰落在地 不过 却没有再对他进行下一步的攻击 剑到这 从剑山身上纵横而出的杀意 才逐渐地收敛 剑山站起的身形 才逐渐地做了回去 不过他威严的老脸上 依旧是一副冷意 毕竟他引以为傲的孙子剑印 在众目睽睽下败了 可可 可可可 站台之上 仰躺地面的天才剑印 发出了一道道剧烈的咳嗽 缓缓地仰起头 满脸恨异地 瞪向了站立前方的剑印 承让 剑印一脸平静地开口 对剑印说道 说完这句话后 他便不再理会剑印 缓缓地抬起头 目光扫视向了看台 你 剑印 见到这剑印此刻竟如此无视自己 剑印冷冷地吐出了声 面容之上的很容更甚 剑印 圣 而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这片金色大殿中回响 虽然剑印没有认输 不过这位剑家老者已经看出 剑印 已经没有跟着剑印一战之力 那位老者宣布之后 看台之上的大长老剑山右手微微移动 顿时之间 剑印的身下 一道剑气浮现 然后这道剑气带着剑印 往剑山所在的那座看台飞冲 剑印既然败了 便没有必要再留在站台上丢人 剑印面目冷静 双目 还在看台上扫视着 仿佛正在寻找着什么人 就在这一刻 剑印的双目忽地一顿 目光 凝视在了石锋与剑燃所在的看台上 只见他手中的剑又是一栋 直指石锋 而随着剑印的剑锁指方向 看台之中的一道道目光 也见您是向了哪里 剑锋 剑印他这是想要挑战剑锋 挑战剑锋 他剑怡可以吗 是啊 虽然说剑怡的天赋不错 误入了九星半神 打败了剑印 但是他此刻所挑战的人 毕竟是剑锋啊 剑怡他这么快就膨胀了啊 这一刻已经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凝视在了石锋的身上 不过剑怡这一次挑战的毕竟是这一位绝世妖孽 倒是没有人看好 尽管时间过去了十天 但无数人的脑海中 仍旧浮现了这个妖孽以绝强之力 挡住大爷剑则一级的场景 可 见到那柄只来的长剑 石锋发出了赫然一笑 满脸不屑地开口 说道 有点小小天赋 便得意忘形 既然想要被虐 那么本少 便成全你 当石锋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身形旋即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剑染的身旁 这个家伙 看台的一处角落 身穿红衣的剑童暗自开口 说 这剑怡 虽然已被我练成了剑奴 但还是有着执念在啊 现在就挑战这个妖孽 也好 当说着最后这句话时 剑童妖媚的脸上 已经浮现了一抹冷然的笑 站台之上的剑怡前方 一道黑影闪动 十风显现 没有多余的废话 剑怡手中一动 只刺石锋而去 剑怡的剑虽动 不过石锋的身形依旧未动 年轻冷意的脸上 依旧是那抹不屑之容 而下一刻 只见石锋右手中指屈指 大拇指按住 对着剑怡刺来的那柄长剑 看似很随意地弹出 直弹剑间 停 一道翠声回响 石锋的中指已经弹在剑间之上 剑明之音回荡 剑怡手中的长剑 已在石锋的力量下 狂猛震战起来 不断地战斗 杀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道冷冷的喝沙声 从剑怡的嘴中响起 剑怡的手 还是紧紧地握住了 手中震战的剑 那柄剑 还在继续往前刺去 咦 这一刻 就连石锋都发出了一阵惊怡在自己的意志弹极之下 这个人 竟然还能继续将手中的剑前刺 而且这一剑之力 比刚才更强 看来 是本少小看你了 石锋说 而说着这番话时 石锋又手又忽地一遍 紧紧握拳 然后拳头 无比狂暴地轰击在了剑一次来的这一剑上 平 一阵无比剧烈的暴响声回荡 在石锋如此粗暴的一拳之下 剑怡手中的剑 忽然暴碎开来 然后石锋的拳头继续前轰 狂猛地轰击在了剑怡的胸口 啊 一阵痛苦的吼声响彻 这一次 换成剑怡的身形 狂猛地倒飞了出去 哼 当剑怡的身形落地 已经直接从站台之上摔出 重重地落在了站台之外的地面 剑丰盛 那一道苍老的宣布声 再而在这金色大殿中回荡 而看台上的众人 对于这个结果 却是没有多大的意外 仿佛这一切 本就该如此一般 倒是时风 望着站台之下趴着的身影 有些惊然 此人的境界 虽然刚步入九星半神不久 但是他赐出第二剑的时候 那股剑力 已经接近真神 此人的天赋 竟然是如此的不错 不过却又给了他时风 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觉 那股力量 虽然是他此出 但又好像 不是来自于他自己 时风也说不清楚 败了 竟然败得如此的快 看台角落 就连那位红衣女子剑童 都有些难以置信 那个剑锋很强 他是知道 但是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是强大到太离谱了 同为九星半神 但是如今被炼制为剑奴的剑仪 竟然撑不过三个回合 而且第一回合 明显是此人留守 要是他这一招就以一拳爆轰 剑仪他 连第一招都抵挡不住 剑童脸上尽是不满意地说道 等会回去 继续提炼 这具难得的剑奴 必须更加强大才行 第2065章天才剑命 打败剑仪之后 石锋正准备离开战台之际 那一道苍老的声音又响起 接下来 还有没有人挑战剑锋 若是没人在挑战剑锋 那么剑锋 便是我们剑家最年轻一代的第一天才 他所说的年轻一代 自然是20岁以下的第一天才 尽管他石锋 何止是这20岁以下最强 剑家这位老者话语一出 一道道声音 从各个方向的看台 从众多剑家人的嘴中响起 挑战剑锋 谁敢上去啊 是啊 现在我们剑家上下 谁不知道这个恐怖的妖孽啊 我可不赶上 你们谁想自取其入 谁便上去好了 石锋刚才是打算走下站台 不过听到那老者的话语后 便顿住了离去的脚步 留在了站台之上 他的目光开始扫视四面八方 扫视着这些剑家人 时间慢慢过去 到的此刻 依旧没有人在上站台 书句实话 20岁以下者 谁敢 我在此宣布 经过这几日的决战 最年轻一代第一天才 剑锋 第二天才 剑仪 第三天才 剑印 剩下的天才排名 三十强天才 我会依次刻录于我们剑家天才杯之上 大家到时候都可一观 先前还未进入这座大殿的时候 剑染便对石锋说过 这几天 他们剑家一直举行着天才之战 而石锋到来之时 这战斗已经进行了到了尾声 来两位最强天才 剑仪与剑印的决战 此刻在那剑家老者的宣布下 已经落下了帷幕 不过就在这时 徒听一道年轻的声音 在这金色大殿中回响而起 不用二十岁以下 不管是谁 若想上站台与我一站 尽管上来便是 话语之中充满了狂妄 这一刻 一道道目光 借朝着站台之上望了过去 望向了那道奥利站台上的黑色身影 如此狂妄的话语 自然是从石锋的嘴中发出 嗯 什么 当听到他的话 四面八方看台上的一位未见家人 面色在耳大变起来 紧接着 一片哗然 这剑锋的意思是 我们剑家所有人都可以上站台跟他一站 包括家主 以及强大的长老们 甚至太上长老 这剑锋 还是这么狂妄啊 他这也 实在太狂妄了吧 他当然狂妄了 他可是当着整座剑成人的面 敢说大爷剑则找死的存在呢 其实你们想太多了 这剑锋虽然敢这么说 但是家族长辈们 又岂会上擂台 与他决战 就算打赢了 也是胜之不武 而若发生些意外败了的话 那可是丢脸的事啊 四面八方的阵阵哗然之声 也不断地传入石锋的耳中 不过到的此刻 依旧没有人上这站台 与他石锋一站 剑没有人前来 石锋冷峻的面容上 浮现了一抹不屑之色 说 怎么 都怕了 如此大的剑家 没人敢上来与我一站 武道意图 一往无前 若剑是我天赋不错 便不敢上来与我一站 今后 如何能步入更强武道 石锋道道声音 在这金色大点胸不断回响 听在剑家众人的耳中 已觉得他越说越嚣张 这个家伙 这时 就连看台之上的剑染 都有些无语 这个家伙 竟然在那公然挑战起自己剑家 剑锋 别太得寸进尺 嚣张过头了 而就在这时 忽听一道冷喝之声 从东面的那座看台上响起 当响起这道喝声之后 一个个目光随即朝东面望了过去 东面看台 那是剑家一个个身份尊贵者所在 比如剑家家主 大爷剑泽 二爷剑影 大长老剑山等等大人物 都高作于那 他 是他 当看到那发出喝声之人 道道惊呼 又在各个看台上回应 大长老长孙 剑映的兄长 剑命 剑命 如今年龄二十有九 早些年便已步入了真神之境 在我们整个剑家年轻一代 剑命都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这些年一直都有人在私底下议论 我们剑家年轻一代中最强者 便是剑命 而如今 年轻一代横空出示了他剑锋 这些时日我们剑家年轻一代的所有风光 几乎都被他剑锋给抢光了 就连剑命 都几乎被我们淡忘 剑命决战剑锋 嚣张狂妄的剑锋 这下子 他也算遇到真正的强敌了 阵阵议论声下 东面看台之上的剑命身形一闪 已经消失 下一瞬间 变见剑命的身形 出现在了站台之上 出现在了石峰的前方 满脸冰冷地望着石峰 跟着 只听见命冷然开口 说道 我年龄比你大上很多 原本 我是不屑于你一战 但是你 实在是太狂妄了 我必须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被家里人教训 总好过以后出去 得罪招惹不起的人 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剑命的话语 在而回荡起 听到他的话后 无数件家人暗自点头 觉得他说的有理 确实是这个剑锋 实在是太不知天高地厚 嗯 他 确实该好好受些挫折 年纪轻轻 确实如此狂妄 这确实不是好事 剑命出来教训他一顿 确实是应该的 这时 就连很多剑家长辈都暗暗点了点头 喝 而听到剑命的话语 石峰却又是赫然一笑 年轻冷俊的脸上 再而显露出了不屑之容 说 如果你能明白你自己所说的这番话 就不会上来与我说这些 希望你的站立 可以比你嘴上的功夫更厉害 好了 别再说废话了 站吧 石峰对剑命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小 却是传入到了这里每个剑家人的耳中 你 很好 听得石峰这阵话语 剑命直冷冷吐出了这三个字 紧跟着 便见剑命右手一动 顿时间 只见一柄庞大的雪色之剑在石峰上方显现 散发着无比冰冷的寒意 无比强大的神力 沉雪之剑 坠 只听剑命冷声一喝 那道庞大的雪剑轰然降落 第2066章老头 你想杀我 雪剑轰然坠落 携带着蔑视神威 坠向石峰 沉雪剑 剑命最强的神迹 没错 我也早有听闻 剑命步入真神之境后 便开始领悟神雪剑 之后就算成功领悟了神雪剑 但他却还是日复一日地旗修炼这道神迹 如今 早已将之掌控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据说剑命领悟这道神迹之今生 就连我们剑家很多长辈们 都有些自叹不如 神雪剑 却是没有想到 剑命对这剑锋一出手 便是动用了这招神雪剑 剑锋就算败 也足以他自傲了吧 嗯 确实是 池锋此刻抬头 双目望着狂猛坠下的雪剑 而这时众人见到 站台之上 强大雪剑之下的那人 根本没有半点闪避之意 紧接着 只见他一爪抓急而上 要以手去抓那庞大雪剑 那动作 看似很轻松 随意的样子 看着根本就像是 很随意地去抓一件 唯不足道的东西 狂妄 这也实在太狂妄了啊 他就这样去抓剑命 发动的神雪剑 他这是 根本不将他剑命 放在眼中啊 这 找死 这一刻 见到这个狂妄之人 竟然如此藐视自己 就连剑命 都冲着他冷声一喝 我本来只是教训你一下 而你自己想要找死的话 便也由不得我了 剑命在而冷冷开口 说 对于自己这一招神雪剑 剑命可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就连他的爷爷大长老剑山 此刻的老脸上 都浮现了一抹冷然的笑 他也清楚自己 孙子对于神雪剑的掌控 那人如此去抓 简直就是与找死无意 而就在这一刻 只见石锋的右爪 抓及在了那道坠落而下的雪剑之上 剑家的众人随即见到 石锋那一抓 竟然真的将神雪剑给抓住 狂大攜带着灭世之威的神雪剑 此刻在他石锋的手中 竟动弹不了分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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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雪剑 剑命最强的神迹神雪剑 竟然就这样被他给抓住了 这 怎么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我们剑家的神迹神雪剑啊 而且还是剑命所发动的神雪剑 不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怎么会是这样 按理说 那个人应该在神雪剑下挣扎才对啊 根本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啊 震震惊然大呼 从各个看台上发出 一张张面容之上 顿时布满了难以置信之容 实在是发生他们眼前的这一幕 太令人震撼 太令人难以置信 怎么会 命儿的神雪剑 大肠牢牢脸之上的冷笑早已消失 也早已不上了金融 不 不 不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持风一爪抓住神雪剑 要说最难以置信 打击最大的 无疑是他的对手剑命 自己最强的神迹 确实被眼前这个人 如此轻而易举递给抓住 刚才 自己还在众人面前 说让他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但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一刻 贱命只觉在众人的面前 自己的脸面 被对方给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是这个叫剑锋的 让他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也是这个叫剑锋的 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而这时 只见石锋抓着庞大雪剑的右手狂猛一动 朝着剑命轰然砸击而下 这股力量 丝毫不比刚才剑命发动神雪剑的力量弱 啊 一阵暴吼声 旋即从剑命山的嘴中吼出 忽然之间 只见又一柄无比庞大的雪剑显现 这一刻 是从剑命的身上升起 而众人旋即感应到 这柄雪剑 比之刚才含义更甚 力量 更强 紧接着 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两柄神雪剑 无比狂猛的撞击在了一起 轰 一道爵士爆破声轰响 整座金色大殿 都在狂暴力量的撞击下 而狂烈震荡起来 一时间 站台之上爵士狂暴之力肆虐 两柄神雪剑也已在对方的力量下同时爆破 漫天碎冰飞剑 画面异常炫美 持风雨 见命的身影 都瞬间被漫天碎冰给遮挡 站台那方 看上去已经无比混乱 不过若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这肆虐的能量 以及狂乱飞剑的碎冰 正要冲出站台的时候 便会被站台边沿的一股无形之力给挡下 然后瞬间化为了虚无 就算这座金色大殿剧烈摇晃着 却根本动不了它的根基 看不到半点崩塌的迹象 战况如何 见命战见风 到底谁强 到底 谁才是我们剑家真正的第一天才 见命 会反败为胜吗 见风虽狂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有他狂傲的资本 无数道目光 此时此刻已经一瞬不移地紧盯着站台 狂暴肆虐的能量 已经开始逐渐消散 漫天飞剑的碎冰 也开始消失 站台 逐渐变得稳定 站台之上的两道身影 也逐渐显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持风与见命 依旧傲立于站台之上 而两人脸上的表情 却是天差地别 持风的脸上 依旧挂着那一抹冷然的笑意 而那见命 还是满脸难以置信地 瞳着前方 还是根本无法接受发生的这一切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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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命的嘴中 不断呢喃着为什么三个字 为什么会这样 哦 忽然间 只听一道呕吐的声音 从这贱命的嘴中响起 紧接着见到 贱命的身躯狂猛一阵 一股鲜红的血液 从他的嘴中呕出 然后 贱命的身体逐渐往后仰躺而下 喷地一声 重重地摔在了站台之上 这一刻的他 双目已经紧紧闭起 胜负 乙芬 命人 顿时间 只听一道苍老的喝声 在东面看台上吼响 大长老剑山的身形 再一次从看台上站起 嗯 而就在这时 十风眉头忽地一皱 转过头 抬眼望向了东面看台 目光 凝视在了那道站起的身影上 接着 只听他缓缓开口 对那大长老剑山说 你 对我动了杀意 老头 你想杀我 第2067章 愤怒的剑山 老头 你想杀我 持风冰冷直接的话语 想起 你 放肆 大长老剑山 听到持风的话语之后 发出诺然大喝 近日这场天才大比 原本对于他剑山来说 理应是他孙子展现天赋实力 给他剑山颜面天光的战场 但却没有想到 他两个引以为傲的孙子 都败在了他人手中 让他剑山在族人们的面前 颜面尽尸 自己刚才确实因为愤怒 而流露出了冷然杀意 恨不得将站台上的 那个剑锋给杀死 以泄心头之恨 但却没有想到 这个狂妄的剑家晚辈 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称呼自己位老头 又以质问的语气来责问自己 一个剑家的晚辈 仗着自己有点天赋 嚣张跋扈也就算了 竟完全不将自己这位长辈 自己这个大长老放在眼中 放肆 持风的脸上浮现了一抹冷笑 他只觉得很是好笑 再而对那剑山开口 说道 老头 你对本少流露出了杀意 可是想要本少的性命 想要本少死 而本少只不过是说你一句 你便说本少放肆 老头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敢在本少面前如此霸道 什么 这剑锋 竟然敢对大长老如此说话啊 这剑锋 是不是疯了啊 这个剑锋 这也 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吧 何止无法无天啊 简直是胆大包天啊 他如此目无尊长 理应受家法严惩啊 是啊 再见家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晚辈敢如此嚣张 而且还是对我们剑锋大长老 此人 必须严惩 可是 上一次在剑城之上 万众瞩目之下 这妖孽 可是说大爷剑则找死啊 那一次 他不但没受到我们剑锋 家法 家主反而出来替他撑腰 剑主甚至当着天下人的面 问大爷对自己说的话 有没有用脑子好好想过 这时封所展现出的天赋 家主袒护他也是没错 可是这样 却只会让他今后越来越嚣张 这对我们剑家 对他自己 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持风的话语 又引起了看台中振振惊呼 也有不少剑家人在窃窃私语 也有无数人望向了剑家家主剑狱 看这一次家主会如何处置 这个家伙 他 他收敛一点就不行啊 这一刻 剑然又感觉到了一阵头疼 呵呵 大爷剑则与二爷剑影 也高坐东面看台 阵阵惊呼声中 二爷剑影却发出了呵然一笑 跟着开口 对身旁的剑则说道 这小子 还是蛮有意思的麻 竟然敢对剑山说谁给他的胆子 哈哈 这个小子 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 什么话是他不敢说的 剑则开口 哦 对了 听到剑则那话 剑影玄机想起了什么 说道 我可是有听说 这个小子在十天前 可是说大哥你找死 哈哈 剑影越说着这番话 笑声越想 而这时 大长老剑山的老脸 已在这一刻仗的通红 紧跟着 猛然爆发 找 死 一道怒然爆喝声 已在这金色大殿中回响 与此同时 并见剑山的身形一个闪动 顿时消失在了看台之上 助手 不过就在这一刻 一道威严的声音也跟着回荡 家主剑狱 终于开口了 众目睽睽之下 大长老剑山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站台之上的半空 右手五指大张 对准了下方的石峰 而剑山的身上 一道庞大的灰色剑影升起 见到这道灰色剑影 无数人的脸色又是大变 这是剑家大长老所掌管的罗荒神剑 一柄真神二重天品阶的神剑 剑家 这个古老强大的家族 真神二重天神剑有三柄 一柄 由大爷剑则掌管 一柄在二影剑影身上 第三柄便是这剑家大长老的罗荒神剑 没有想到 这剑山对石峰一出手 便催动了罗荒神剑的力量 他这时 真的要取石峰性命 望着上空的剑山 感应着剑山此刻身上升起的绝世之力 石峰的面容 已经变得异常冰冷 又是一件真神二重天战器 石峰在心中冷声说道 而就在他准备爆发最强神技雷霆战神诀之际 忽然间 一道威武的中年身影 在石峰的上方 剑山的下方显现 刚好处于这两人中间 挡住了这准备碰撞的两人 是家主 家主又亲自出动了 这一次 家主还是要袒护这个剑锋吗 这 看来是了 剑狱 你又要袒护这个小子 刚才的一切 你可是全看见了 全听见了 剑道剑狱阻拦 剑山又发出了冷声一喝 尽管他是家主 但他剑山 可是剑家大长老 听道剑山的冷喝声 剑狱缓缓开口 说一切 等那场武道之战结束了再说 哼 听道剑狱这话 剑山还是发出一阵怒然恒声 不过想起那场武道之战 对于剑家的重要 剑山便也没有说什么 这个小子虽然狂妄自大嚣张 但是他的战力 剑山不得不承认 接着 剑山身形一个闪动 最终 直接朝着这座大殿的大门所在闪去 眼不见心不凡 剑山这是要直接离开这里 而这时 还躺在站台之上昏迷不醒的剑命 在一股无形之力的笼罩下 身形也朝剑山离去的方向飘飞 而先前半于剑以手中的剑印 所受的创伤此刻也恢复了一些 剑到他的爷爷与大哥离开 身形也连忙从看台上站了起来 朝着那二道身影追了过去 剑山离开 剑狱的身形才逐渐引入空气 消失不见 而石峰的脸上 依旧冰朗 依旧面对着上方 双目 依旧凝视而上 一切 等那场武道之战结束再说 这是刚才剑狱说的话 这话则意味着现在有剑家强者对他石峰出手 他剑欲会阻止 而等那场武道之战一结束 那么 哼哼 那场战斗结束之际 估计便是这老东西 与那剑则对本少发动最强攻击之时 第2068章落下帷幕 这场战斗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剑命都败在了石峰之手 而剑家在场的几位年轻一代天才 剑来剑也两兄弟 本就在石峰的手中大败过 岂会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上战台背这妖念念 还有一位剑家天才 二爷剑影长子剑争 武道之境也在真神之境 不过剑争自知的战力 不过与剑来剑命剑击不相上下 前些十日 他可是亲眼见到那个剑锋 以一己之力战败剑来剑击 剑也三人 深知石峰恐怖的他 岂会上这站台 而剑家的一个个年轻天才已经不敢上 那些长辈正如先前人们所说 故于面子 更是不会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上这站台了 这场战斗 彻底结束 在阵阵议论声下 看台上的一道道身影 开始离开 这时 石峰低着的头才缓缓低下 双目望着流动离去的人群 剑锋 走吧 而这时 一道女子声音从石峰的身旁传来 剑染来到了这个站台 嗯 走 石峰轻轻点头 跟着与剑染一同 也开始离开这座大殿 往外走去之时 石峰开口问剑染道 刚才你们剑家的天才之战 你没有参战 其实 我是参战了才过去找你的 剑染却道 跟着又道 我败在了剑染的剑下 他舞道境界比你高出一星 而你刚步入八星半神没几天 败于他手很正常 石峰道 嗯 我知道 听到石峰这话 剑染点了点头 然后说 败于剑染之手 本就在我的意料之中 不过我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也算达成了 原本我们剑家选定参加那场舞道之战的两位八星半神境天才 都败在了我的手中 你还年轻 天赋不错 身份不凡 你们剑家的功法与战绩 也都是一等一 你今后的前途 无可限量 石峰道 石峰话音刚落 剑染奄然一笑 对石峰笑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剑染这一笑 笑得很美 无数剑家青年剑道 驻足观看 有些人 甚至都看得吃了 剑家这位身份尊贵的二小姐 容貌虽美 平日里却一脸清朗 根本难得见到他一笑 而这一刻 却是笑得这么美 曾经的剑染 对石峰可谓是恨之入骨 恨不得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去死 如今却没有想到 他对他露出了这般甜美的笑 曾经的恨 仿佛已经消失 不久之后 石峰与剑染便离开了那座金色大殿 行走于一条额软石铺长的大道上 剑峰 你打算回去休息 还是随我在这剑家逛逛 剑染问 听到剑染这话 石峰抬头望了望天色 如今 正是正午时分 跟着石峰开口对剑染回道 正也无聊 逛逛也无访 嗯 你来剑家这么多天 我都没有带你好好逛过 今日有时间 正好 剑家那片神秘黑暗之地 那座古老祭坛之上 再一次燃烧起了一股剑之形状的狂烈黑焰 啊 啊 啊 一阵震痛苦泣力的惨叫声 不断地从这剑之黑焰中响起 你这废物 这点程度的烈焰 就让你叫了 真是没用 一道冰冷的浇喝 再次在这片黑暗之地回响 那一道红色身影 又悬浮于那股黑色烈焰的上方 跟着 只见那剑童在而开口 就凭你如今这点力量 根本不可能会是那个人的对手 更别说今后对付剑家的那些人了 变强 变强 比这废物 继续给我变强 当剑童说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 美艳妖媚的翘脸上 都浮现凶狠之容 紧跟着 熊熊燃烧的黑色火焰 燃烧的更加狂烈起来 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顿时变得更加的惨烈 而剑童的手中 此刻出现了一件又一件黑色神秘之物 有的形状像黑色宝石 有的像是药材 还有一柄黑色神秘的匕首 一柄黑色长剑 一只蝉除形状的黑色生物 及一条黑色细舌 还有一些无法形容的黑色之物 每一件黑色之物 都散发着阴邪诡异的气息 此时此刻 那么猙獰得很容易 从剑童的脸上消失 低头望着手中的这些物件 又望了望下方的烈焰 剑童的脸上 看上去有些犹豫 不过跟着 只见他右手一抛 便将手中这些黑色之物 全部抛了下去 抛入了那剑之形状的 熊熊黑焰当中 啊 啊 轰 顿时之间 黑暗的上空 忽然响起了一道 无比剧烈的雷鸣之音 紧接着 只见一道 无比猙獰的暗黑雷霆 从天而降 瞬间吞噬了剑童的身影 转瞬之间 吞噬了熊熊燃烧的黑色烈焰 轰击在了那座 无比巨大的古老祭坛之上 通隆隆 通隆隆 通隆隆隆隆 在剑染的带领之下 两人漫步于剑家 对于路途之中 头来的一道道一样 复杂的目光 石峰直接无视 根本不理会这些剑家路人 此时此刻 剑染带着石峰来到了一座 名为天云霞的峡谷之中 这里 云雾缭绕 天地元气异常浓郁 这绝对是一处修炼圣地 这座峡谷 开凿了无数洞府 听剑染说 无数剑家人在此修炼 就连他剑染 在这都有个修炼洞府 啊 啊 啊 猴 忽然间 石峰听到一道又一道爆吼声 在这峡谷中忽然回荡起 这是什么声音 石峰眉头一皱 问剑染道 跟着又说 人声 刚才声音粗狂凶狠 已经跟人的声音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 石峰还是听出来了 而剑染听到那声音 听到石峰的话语 却满是不屑地开口 说道 是那的废物 看来那的废物 又开始自暴自弃 又开始发疯了 废物 石峰说 跟着 剑染又道 是我大伯的那个儿子 小的时候天赋还行 可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 丹田内的元气忽然开始逆行 不断地从体内流失 从那个时候起 只要被他吸入体内的元气 便会很快流失 于是 他便成为了一介五道废物 基本已被我大伯 被我们剑家所遗弃 第2069章剑家废物 不 听到剑染于自己介绍的那个剑家废物 石峰点了点头 不过也没有多大在意 在每个世界 都有一些这样的可怜人吧 天生因为先天体质或后天造成 一生沦为废物 一生成为他人的笑柄 直至老死 行走于这天云峡谷 穿梭于滚滚鲜物之间 感受着这片空间浓郁磅薄的天地元气 石峰又开口 问这剑染道 以刚才说的那位 既然无法修炼武道 为何不修炼肉身 以你们剑家 以那个剑则的身份与地位 就算给他寻找一道 修炼肉身的绝世功法 应该不难 自然找过 剑染回答说 我大伯剑泽 为了这个废物 儿子可谓是煞费苦心 修炼肉身的绝世功法 何止给他找过一步两步 可这废物 就是不争气 任何功法都对他没用 肉身都无法强大 那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石峰道 吼吼吼吼吼吼吼 而就在这一刻 刚刚沉疾下来的怒吼声 又爆响起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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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吼声 还有阵阵金属的狂烈碰撞声 石峰听得很清楚 这一次声音 是从上空传来 随之抬头 紧跟着溅到了山巅之上 滚滚云雾间 站立着一道浑身赤裸的瘦弱身躯 而他的浑身上下 缭绕着一道道黑色猙獰银铁链 这是一名看上去大约十二三岁少年 那道瘦弱的身躯 看上去满是暴躁 仿佛正在不断挣扎 这 就是我们剑家的那的废物 这时剑燃指着山巅上的那的狂躁瘦弱少年 说 跟着 剑燃又说道 因为不甘这废物之身而遭人嘲笑 他屡次想要轻生 于是便被我大伯以那黑龙铁链封印在了哪里 怎么说他也是我大伯唯一的儿子 真要死的话 我大伯也舍不得 剑燃说着这番话时 石峰的双目 以一瞬不移的凝视在那道浑身铁链捆绑的身体上 这个少年的武道境界 竟然不过唯一新武徒 在这强大的世界 简直与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 这等武道境界 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这具身体 而石峰 此时此刻脸上浮现了一抹金融 嗯 你这是怎么了 见到石峰脸上突然出现的金融 剑燃的翘脸上出现了一抹疑惑 他不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见到这个废物而如此惊讶 难道是因为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废物 而感觉到惊讶不成 可以上去看看吗 这时石峰开口 问身旁的剑燃道 上去看可以 不过你可不能要他性命 否则我大伯非得跟你拼命不可 这可是 我大伯唯一的儿子 剑燃说道 他可还记得 这个人与大伯剑则结下了仇怨 剑燃有些担心他会乱来 连大伯与大长老他都敢挑衅 这天下 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做的 而剑燃话说完之后 却已发现身边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石峰身形急速而动 正往那处山巅急闪而去 剑燃一惊 连忙喊道 你等等我 与此同时 剑燃的身形也是急动 追向石峰 瞬息之间 石峰便来到了山巅之上 来到了那个浑身 黑色铁链捆绑绑的少年身前 吼吼 吼吼吼吼吼 啊 那位少年也旋即见到石峰 面容之上旋即显露出了猙獰之容 如同发狂的狂兽一般 发着阵阵诺然抱喝 朝着石峰猛扑而来 真是好强的力气 望着猛扑而来的少年 石峰说道 不过对方看似凶悍 但毕竟只是一个一心舞途静的废物 又岂能静得了他石峰的身 在一股无形之力下 凶悍少年的身体随即被打 吼吼吼吼吼吼 不过他仍然张牙舞爪 冲着石峰不断发着抱吼 石峰傲立山巅 双目不断地打亮着身前 这名浑身赤裸的少年 跟着 只见他暗暗点头 嘴中轻难道 看来 确实是那句身体没错 没有想到 这种身体竟然真的存在这个世间 紧接着石峰开口 对身前的这个少年说道 你若追随我 我可以让你摆脱废物头衔 吼 听到石峰这话 张牙舞爪的年轻身躯猛然一阵 原本冲着他爆发的 诺然抱吼之声戛然而止 那张年轻猙獰的脸上 双目旋即瞪大 瞪得无比的大 瞪着眼前的这个人 你若追随于我 我可以让你摆脱废物头衔 这句听上去平平淡淡的话 却在这少年的脑海之中 不断回荡起 石峰的语气平淡 不过听在这个少年的耳中 心中旋即掀起了惊涛骇浪 身为一个废物 没有任何一句话 比如此的话语冲击还大 剑峰 你在说什么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惊然的交呼声 从石峰的身后传来 剑染到来 笑脸之上 再次布满了震惊之容 这大伯之子剑朗 就连自己剑家上下都没有办法 这个人 竟然说可以让他摆脱废物头衔 这 可能吗 石峰没有回答剑染的话 双目依旧紧紧地盯着前方的这个少年 他听到这个少年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 他知道 这个少年心动了 你 说的 可是 真的 紧跟着 只听着少年无比艰难地对开口 说 由于多年没有好好说人话 声音听上去满是吃力沙哑 石峰没有在开口回答着人的话语 而是直接以行动表示 紧接着 只见他的右手之上 浮现了一道森白诡异符文 诡异符文在他的手心之中缓缓跳动着 仿佛活物一般 而下一刻 只见这道符文在石峰手中弹射而起 一道璀璨的森白光芒闪现 在这少年与剑染都未反应过来之际 已闪入了这少年的脑海之中 剑染随即发出惊歌 石峰 你干什么 他潜意识里 便一直认为这个与大伯有仇怨的石峰 想被这个废物不利 惊然之下 剑染都直接喊出了石峰真名 吼 就连那少年又对石峰发出了怒然抱吼 再一次对着石峰张牙舞爪 再次狂躁起来 看这样子想要跟石峰拼命 第2070章恶鬼之身 真的已经变得跟畜生无异了 石峰望着眼前的这个少年 有些失望地说道 这句肉身不错 不过这暴力的性子 也不知成就会如何 先试试再说吧 好不容易找到这句身体 石峰在心中对自己说道 而这时 石峰对这少年在而开口 说刚才那道印记 好好感悟 吼吼吼吼吼吼 听到石峰那话语 那少年依旧是狂暴暴吼着 不过 他也照着石峰的话 心念一动 那一道森白印记 顿时浮现于他的脑海之中 顿时间 只见他凶恶猙獰的脸上 出现了一抹错愕 双目再而睁大 越睁越大 原本乱舞的双爪 开始缓缓慢了起来 紧接着 只见一股奇异 却很微弱的气息 从这少年的身上飘出 这个少年身上飘出的 微弱气息也立即被 渐燃给感应 他随即开口 问石峰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奇怪的气息 剑峰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传了他一部分 适合他这句肉身修炼的功法 石峰回答说 面容依旧很淡然 仿佛正做着一件 唯不足道的事 李真的可以让他摆脱废物头衔 剑染却是再次 惊然大呼 原本他只以为 他只是说说而已 却没有想到 他好像真的是认真的 此时此刻 剑朗身上的这种奇怪感觉 难道他真的修炼了 适合他这废物之身的功法 这一个从蠻慌外界而来的人 难道他真的可以做到 让剑朗可以正常修炼 看着石峰淡然的脸上 却流露着一股自信 这一刻的剑染 不再认为他石峰是在说谎 他这句肉身 其实很好 只不过你们 剑家不懂得真正培养而已 而至于他到底能否摆脱废物头衔 今后还得看他自己 石峰回答剑染的话道 他这肉身很好 剑染又惊问道 嗯 石峰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说 这句肉身 叫做恶鬼之身 原本我以为 它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却没有想到 世间真的存在 鬼恶之身 石峰曾经获悉 这是一句一人一鬼的身体 不过他曾经所见的记载 也没有对着恶鬼之身 多少详细的解释 但是既然被先人称之为恶鬼之身 石峰从这字面上猜测过 应该是发生恶难 然后人身转化为一人一鬼的奇异之身 石峰先前听见染说 他那大伯剑泽的儿子 以前的天赋还不错 但是后来不知为何 丹田逆行 这说明 这少年的恶鬼之身 便是后天形成 只是不知道到底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形成了这一句一人一鬼 恶鬼被他们建家称之为废物的身体 恶难经常会在世人的身上发生 不过石峰从前是到现在 却只遇到如今这一具恶鬼之体 形成这恶鬼之身 除了恶难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条件因素 或者他曾经的身体本就不同吧 至于到底如何 那就不得而知了 恶鬼之身 石峰或西之地 便是他曾经的那处领地 幽冥炼狱 尽管他幽冥乃是幽冥炼狱之主 但幽冥炼狱对于他来说 一直很神秘 就是如今都无法彻底看透 幽冥炼狱 那乃是远古之时 一位大能以大手段开辟的一处广阔天地 而那为大能留下的记载 他便是身怀着传说之中 一人一鬼的诡异之体 恶鬼之体 石峰除了霍西那位大能乃是恶鬼之体外 他还在幽冥炼狱中 得到了那位大能曾修炼的功法 因恶鬼功 那因恶鬼功石峰曾经修炼过 不过 那是一道他根本无法修炼的功法 一修炼 他的丹田便可以逆行 丹田内原力外泄 曾经石峰认为 那是一道根本无人可以修炼的功法 却是没有想到 在这里 机缘巧合之下 让他遇到了这一具恶鬼之身 而刚才闪入这剑家废物少年脑海之中的那道森白印记 正是因恶鬼功的一小部分 被石峰凝聚在那道印记上 紧跟着剑染忽然感应到 一股股无比磅薄的天地元气 正从四面八方 网着废物少年剑朗狂猛汹涌而去 拳击间 只见这剑朗的身体上 白色光芒一闪 这剑家少年剑朗 曾经不管吸入多少原力都跑葛金光 境界叠入一新武徒再也无法提升的废物 此时此刻 竟然突破了 他真的 突破了 这个人 他真的 是认真的啊 剑染又一次心惊 果然是恶鬼之身 而时锋望着那剑家少年 说 刚才只是那种感觉 令他觉得像极了传说之中的那具肉身 此时此刻这剑家少年进阶 足以证明 这确实是那一具恶鬼之体 就连曾经九幽大帝都无法修炼的功法 这个剑家废物 此刻竟可以成功修炼 境界提升 此时此刻 这位剑家少年的脸上 已满是动容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双目 紧紧地盯着石锋 这人刚才传授他的功法 让他第一次处于一股无比悬疑的感觉之中 那种感觉令他感到玄妙 很亲切 很悬疑 那道功法 仿佛就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般 只不过 他刚才修炼的只是一小部分便结束 他知道 此人一定还有接下来的功法 给 我 这个剑家少年在而吃力地开口 对石锋说 语气不像在求 而像是在命令 石锋没有直接传授他接下来的阴恶鬼功 而是反问他道 接下来的功法我确实有 不过我问你 我为什么 给你 给我 听到石锋这话 这剑家少年在而重复前面那两个字 不过这语气 已经变得凶狠起来 面目 也再次变得凶恶 仿佛因为石锋没有给他功法 令他在而发怒 石锋冷冷地哼了一声 说 哼 也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刚才便对这人说过 只要他愿意追随自己 便可以让他摆脱废物头衔 那意思便已经很明显 只要他愿意追随 自己就可以传授他这道阴恶鬼功 而这个剑家少年 此刻看上去根本没有追随之意 那他石锋 凭什么传他这阴恶鬼功 第2071章到底 怎么了 给我 这是那剑家少年第三次说出这两个字 此时此刻 他几乎是冲着石锋拼尽全力抱吼出声 一下子 他又变得无比狂暴抓狂 双爪 又开始了乱舞 狂猛地扑向石锋 我们走吧 石锋却不再理会这个剑家少年 转过身 对剑冉说道 不 剑冉忘了一声 而就在这一刻 那个如狂兽般猛扑而来的剑家少年 眼看即将铺中石锋 眼看双爪即将抓中石锋之际 一股无形之力顿时显现 碰地一声 剑家少年的身躯 狠狠地撞击在了那股无形之力上 吼吼 吼吼吼吼吼 顿时之间 震震痛苦狂暴的声音响彻 而石锋 已经完全不在理会身后 与剑冉剑行剑远 双脚 从山边踏入到了虚空 与石锋行走一起的剑冉 回头望了望后方 还是无比狂暴的剑朗 跟着回转过头 对石锋说道 就这样走了吗 不走 还留在哪里干什么 石锋道 剑冉面露担忧 对石锋道 其实 你刚才不应该将那功法 让这废物之道的 无所谓 石锋说 剑冉担忧的无非是 怕剑朗的父亲剑则得知 但他石锋 岂会怕那剑则之道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怕过那个剑则 剑冉还是有些 为石锋担忧地道 可是 没什么好可是的 石锋却说 剑冉暗暗一声心叹 道 好吧 踏着虚空汹涌翻滚的云雾 他二人逐渐走向了下方的峡谷 天地之间 仍然不断回荡着剑朗那位废物的爆吼 以及铁链阵阵阵狂猛的碰撞 石锋虽然离开了纳楚山巅 不过他的脸上 一副若有所思之容 不知道此刻的他 在想些什么 不久之后 他与剑冉回归天云峡谷 不久后便出了纳楚峡谷 此时此刻 天已经黄昏 石锋与剑冉同时抬头 望着这天色 过了一会儿 只听剑冉对石锋缓缓开口 说 你 真的要去神战大陆吗 当剑冉对石锋说着这句话时 却是从他的语气中 听出了一抹伤感 听到剑冉这话 石锋抬着头的缓缓低回 转过头望向身旁的这位美丽女子 决然说道 神战大陆 我必须要去 嗯 剑冉轻轻应声 跟着便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 这个人之所以来到这个小世界 全是因为那个神战大陆 他之所以来到自己建家 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为那个神战大陆 那个神战大陆对他来说 仿佛有着未完的使命 而必须去完成 过了一会儿 剑冉又开口 天色不早了 明日便是那场舞蹈之战 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不用送了 石锋却说 跟着他再说道 明天你也要参加那场舞蹈之战 你先早点回去准备吧 我想一个人再逛逛 哦 好吧 剑冉应声 他既然这么说了 他既然说要一个人逛逛 便意味着 他不想再跟自己走在一起了吧 知道回去的路吗 剑冉问 知道 石锋回道 那好 剑冉轻轻点了点头 行走的脚步在这一刻忽地一顿 然后对石锋道 既如此 那便回去了 剑冉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脚步缓缓往身侧的一条道路 缓步行去 他这动作仿佛在告诉石锋 他要回去的路 是这条路 嗯 好 石锋脚步微微一顿 对剑冉道 然后旋即又迈动起了脚步 往前走去 剑冉独自站立于另一条道路口 美目凝视着那道逐渐远去的黑色身影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见到那道身影回转过身 看自己一眼 其实 剑冉回去的路 也是那一条路 只不过 他既然说想自己一个人继续逛逛 他都说了一个人 自己又怎么可能厚着脸皮在跟他走在一起 我这是 怎么了 这时 就连剑冉自己都说不清 自己心中的这种感觉 到底是什么感觉 从小到大 他也是第一次 在心中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 在满荒外界 他那样对我 甚至夺我神剑 夺我凤凰金玉镯 夺我神果 夺我神兽 我理应 对他恨之入骨才对 在满荒外界 乃是他剑冉第一次受到如此挫折 第一次遭受他人如此狠毒手段折磨 平日里在剑家 哪一个不对他这位剑家二小姐毕恭毕敬 谁敢如此对他这位剑家二小姐 曾经渐然都在心中想过 将这个人骗到剑家 让父亲出手 将自己所受的那些痛苦加倍偿还 但是如今 那个人曾经那样对自己 自己竟然 对他一点恨都没有了 反而时常会替他担心 见不到他的时候 反而时常想要见到他 这段时日 自己真的是变了 变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好像 生病了似的 黑色的身影 逐渐地消失在了剑冉的视线当中 剑冉的双目 却还是紧紧的凝视在那一条此刻 变得空空荡荡的道路上 仿佛那一道身影 还在哪里一步一步行走着 时风继续漫步于剑家 黄昏既然即将到来 时风正往今日路过的那条湖泊行去 那位弹琴的女子跟他说过 黄昏时分 在在哪里为自己弹奏 争 争 争 当时风来到今早路过的那条湖泊之际 悠悠情音在耳于天地间回响 看来 他早已到拉 黄昏时分 苍穹之上 布满了碗霞 天地之间被映照为一片橙色 波光灵灵 很是炫美 湖泊中心 时风看到了一道紫色倩影漂浮于湖泊之上 悠悠弹奏 这位女子虽然已经换上了紫衣 不过时风一眼便已认出 正是今早的那位白衣女子 听着悠悠情音 时风再一次踏入了湖面 随着美妙的节奏 朝着那道紫色倩影慢慢走去 情音未停 时风的脚步也未停 当时风来到那位女子身后之际 并未出声打扰 绕过了她 走到了她的前方 转过了身 如今早一样盘膝坐于湖面 近距离静静静听着美妙的音律 第2072章 情音落定 争 情音落定 一曲中 这时 那位紫衣女子缓缓抬头 望向了端坐于自己身前的时风 开口轻声喊道 你来了 嗯 来了 时风对她点了点头 说 嗯 紫衣女子也应了一声后 然后又望向了悬浮身前的古琴 白皙修长的双手在而浮动 悠悠情音 再度回响着天地 时风原本不是得懂情之人 但是不知为何 听着她的情音 总是给她一种到不出的特殊感觉 甚至回味无穷 曾经在天恒大陆的时候 时风在古籍中见过 有些修炼生之舞蹈者 可通过特殊的声音 比如情音中音之类 蛊惑他人 不过时风可以很确定 这紫衣女子弹奏出的情音 只是情音 没有任何的蛊惑手段 一曲落定 又接一曲 这位紫衣女子 直接为时风弹奏了三曲 直至三曲落定 时风心头仍旧意犹未尽 天色 已经逐渐地接近了黄昏 三曲之后 女子再一次抬头望向时风 问她道 还听吗 依旧是简简单单的几字 听 时风道 那好 紫衣女子一笑 又开始为时风弹奏了一曲 他们 胡博远处 此时此刻一道白色倩影显现 渐染露惊胡博 听到这熟悉的情音 便抬头望去 此时此刻 见到了那胡博中心的两人 郊躯一颤 这一刻 渐染心中产生了一股 说不出的莫名滋味 很不舒服 时风 渐婉 渐染的嘴中 默默地喊着这两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对她说 想要一个人继续逛逛 却没有想到 她逛到了这里 坐在了这剑碗的前面 听着剑碗弹琴 想着这些 剑碗乐觉心中难受 酸楚 二小姐 二小姐过来了 湖泊之中的二人 早就引起了剑家不少人的注意 纳德最近在剑家如日冲天的妖孽剑锋 在众人的心中 她应该已跟二小姐剑染在一起 而此刻 她却是在听着二爷之女剑碗弹琴 目光也一直盯着剑碗 那一幅诗情画意的画面 看着令人觉得很是暧昧 而这一刻很多人发现 二小姐此刻的面色 看上去已经变得很不好看 这剑锋 拥有二小姐还不知足 竟然还跟二爷家的剑碗搞在一起 是啊 实在太可恨了啊 太贪心了 这剑锋 凭借自己爵士天赋 难道要将我们剑家所有美丽的女子都给勾走不成 可恨 实在是可恨啊 剑家青年们 一个葛义愤难评 纷纷说道 而胡博忠心 对于其他一切 湖中二人仿佛根本未觉 一个用心弹琴 一个 还在用心聆听 家主 是小冉 距离胡博远处 一片无人察觉的虚空 一道苍老的声音悄然出声 剑狱带着风云二老再次隐藏此处 望着胡博忠心的动静 而此刻 却听得风老突然对剑狱说道 染人 剑狱出声 随着风老所指 也随即望到了那一道看上去有些落寞与孤寂的白色倩影 作为他的父亲 剑狱随即感受到了女儿见染这一刻的情绪 家主屡次围着小子出手 而这小子 简直就是葛伯秦寡义之辈 云老也跟着开口 对家主剑狱与风老说 染人 听着身边人的话 剑狱 在而暗暗喊着那两个字 语气之中 充斥着心疼 剑狱膱下有三男二女 不过剑家上下皆知 他最为疼爱的 乃是他的小女人 剑染 也因为如此 二小姐剑染在剑家的身份很不一般 而就在这一刻 剑狱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 威严的面容之上 再而恢复了一片肃穆之容 对着身旁的风云二老冷然开口 待那场舞蹈之战结束 我便给他一个选择 如何选择 看他自己 当说着这番话 风云二老很明显地感应出 有冷意从剑狱的身上弥漫出 嗯 听到他这话 风云二老同时点了点头 那场舞蹈之战 对整个剑家都至关重要 所以一切 还是等那场舞蹈之战结束再说 前些十日 家主为了这剑锋 不惜与大爷争锋相对 今日 也是因为这剑锋 阻止了大长老 而这剑锋 确实如此 是啊 这剑锋 确实不是好东西 太忘恩负义了啊 湖泊之中的消息 顿时之间在整个剑家席卷开 来到湖泊的剑家之人 也越聚越多 场面 也变得越来越热闹 嗯 渐渐地 就连湖中心的石峰都发现了两边湖暗的状况 眉头忽地一皱 抬眼望去 弹琴的紫衣女子 也发现了状况 秀眉唯唯一拧 手中的动作忽地一顿 美妙的琴音 戛然而止 石峰没有想到 自己不过是来此地聆听琴音而已 竟然吸引了这么多人 他自然已经发现 已有很多人在对他指手画脚 接着 石峰盘膝而坐的身形 逐渐地从这湖面上站起 目光 开始冷视着四方 而这时 紫衣女子又对石峰开口 说 看来今天 已经没法再尽下心为你弹奏了 无法为石峰弹奏 他的语气之中 仿佛透着有些惋惜 嗯 那么今日 便到此为止吧 石峰点头 道 而接着 紫衣女子又说道 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走 听到他这话 石峰面色一动 而在他还未开口之际 只听着紫衣女子在而说道 就当我今日晴英 换你接下来的陪同 可好 好 听到他既然都这么说了 石峰点了点头 回应 接着 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见到剑碗盘膝的那道紫色倩影 也缓缓站起 然后与那妖孽建峰一同 悠然漫步于这湖泊之中 漫步间 紫衣女子说 没有想到 你就是这些时日 闻名我们整个剑家的剑锋 若不是今天看到你上站台一站 我还不知道就是你 哦 你今天也去哪里了 石峰道 他说的哪里 自然是剑然所带去的那座比武大殿 嗯 今天刚好去了 紫衣女子轻轻点了点头 应声 第2073章身不由己 在剑家众人的视线当中 天才剑锋 与美丽的剑家女子剑碗 同行于波光玲玲的湖面 黄昏的风景极美 画面很美 忽然间 剑碗在而开口 问身旁的石峰 你 真的是我剑家人 听到他这话 石峰眉头忽地一皱 转过头望着他 段时间 两人四目相对 凝视着对方 这女的 长相极美 透着一股诗情画一般的美 石峰开口 反问他道 这重要吗 听到石峰这话 剑碗再而反问 不重要吗 你觉得呢 石峰又问 剑碗奄然一笑 说 我不知道 望着他美艳的笑容 石峰说 不管我是不是剑家人 我此刻 都站在了这里 其实 剑碗说 我想远离剑家 远离剑家 听到他这话 石峰面色又是一动 剑碗 缓缓点了点头 说 剑家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牢笼 一直囚禁着我 让我感觉到 就是喘息都很吃力 我想远离这里 想远离这里的所有人 想去一个能让我能够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当他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石峰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他的脸上浮现了向往 向往之中 又透露着伤愁 如他的情音一般 总是令人感觉到一股令人说不出的淡淡忧伤 剑碗 剑家二爷剑影之女 如此尊贵的身份 在这大片疆域 如同公主一般 不知道受多少生灵羡慕 但是他想要的 又有多少人能懂 他五道境界在八星半神之境 不说纵横天下 但是遨游天下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他 却对石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又好像 有什么束缚着他 这些 到底是真是假 或许 只有他自己知晓吧 一时间 石峰有些沉默 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呼呼呼 狂风吹来 平静的湖面一下子变得不太平静 两人的周身及脚下 波浪开始翻滚 涌动 浪花澎湃 天色逐渐必进入了黑夜 而湖泊两岸的人不但没有散去 反而又越聚越多 就是这剑家 也不乏看热闹的人 二小姐 二小姐 渐然也一直没有离去 依旧就这样静静地望着那两个人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她的面色看上去到平静了许多 或许 已经适应了这种心痛 烦闷 酸楚的感觉 渐然虽然恢复平静 但是周围的人 直至现在 仍然没有人向她靠近 若是二小姐突然发动怒火 那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抗得住的 这个吃里爬外的臭小子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女子声音 忽然在渐然的身旁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渐然焦躯微微一个战动 缓缓地转过了身 顿时望到了一张冰冷美艳的脸 仿佛步上见一层寒霜 大姐 渐然轻声患道 出现她身旁的 正是她的大姐 渐姬 唉 这个小子 竟然如此朝三暮四啊 都已经跟小妹在一起了 竟然还跟渐完岛上这一腿 真是太可恶了 与此同时 一道男子的声音 又从渐然的左方传来 渐然转过头 说话的那位 正是她的二哥 渐也 在渐也的身旁 还有大哥渐来 只不过此刻的渐来沉默未言 双目冷饰着湖泊上的两道身影 家主渐玉的子女 皆在这里齐聚 要是平时 他们自然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只是可惜 今日的主角注定不是他们 大哥 二哥 渐道渐来与渐也 渐然同样对着他们轻声喊道 这时渐也出声 对渐晚安慰说 小妹 算了吧 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值得你挂念 改天 二哥给你找个更好的 保证比他好上几十倍 二哥 渐然一听渐也这话 心中却越感觉到了更加难受 找个更好的 这天下 还有比他更好的吗 还有天赋比他更优秀的吗 这般年纪 天赋极战力可超越如此妖孽的存在 反正他渐晚 不仅没有见过 更是没有听说过 更别说几十倍了 小妹 而就在这渐也还想继续开口说话之际 只听渐染玄机抢先开口 以一抹哀求般的口吻 对渐也说道 二哥 我求求你了 你 还是别说话了 这 啊 渐也面显尴尬 乐了一声 便也不再说什么 这个人 而渐也刚刚沉默 另一边的渐机却是冷声开口 说 此人不但性情恶劣 人品简直是极差 我迟早会打败他 让他跪在我的脚下忏悔 真是 可恶 当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渐机的身上 顿时散发出了无比凌然的战意 要是他打得过那个人的话 又或许这里没有这么多人 或许早就过去跟那个人打起来了 不行 这个人 这个人让小妹在这么多人面前受如此侮辱 我根本看不下去 我要 好好教训他 而这时 忽听的渐机冷声一喝 身形便欲朝着那片湖泊狂冲而去 大姐 渐染随即一惊 连忙伸手拉住了渐机 大姐 你千万不要冲动 这时 渐也也连忙过来 同渐染一起将渐机给紧紧拉住 跟着 渐也又开口 说 大姐 这里可是有这么多人啊 你冲过去 肯定会被那个混账小子虐 到时候 别说小妹更丢人了 就是我们 也得受你连累而丢人现眼啊 大姐 一听渐也这话 渐染额头之上顿时布满了黑线 再一次以哀求的口吻对渐也说 二哥 小妹真的求求你了 今天晚上 你就不要再说话了 好吗 语气之中 满是真切的恳求 就连想冲过去与时风一战的渐机 这刻都静了下来 我 我 渐也我我我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自己好意劝说 却好像 越劝越糟 其实 这 可能是二叔下的诱饵 而就在这时 一直为开口说话 双目一直凝视那两道身影的剑来缓缓开口 对身边的三人说 第2074章难言之影 一听大哥剑来的话语 另外三兄妹的面色旋即移动 这时 渐染随即开口 对大哥剑来说 大哥 你的意思是 这剑完乃是二伯派出 施展的这美人计 为的是引诱剑锋 目的是要拉拢剑锋 嗯 听到剑染话语 剑来点了点头 隐声道 跟着他在而开口 说 以二伯的心机与手段 很有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剑锋 如此天才 我们剑家谁不知道 他的未来成就简直无可限量 若是可以成功拉拢他 二伯就算是牺牲一个女儿 又算得了什么 那不行 一听大哥剑来这话 剑染连忙又说 我要去告诉剑锋 让他不要上当 说着这话 剑染一副要冲入湖泊的架势 小妹 先不要冲动 剑来开口阻止 一切 等晚些时间再告诉她吧 不然 别人还以为 我们挑拨离剑 嗯 没错 小妹如果过去 他们还以为 小妹你吃不了这个醋 乱编瞎话 跟他剑顽强男人 到时候 可能还会有人在背地里 说小妹你心机阴险 卑鄙狡诈最毒妇人心 剑染听到那剑野越说还越起劲 连忙又出声 二哥 你不要再说话了啊 剑野 明月当空 湖泊之中 两道身影脚下的湖面上 倒映着一道庞大的月影 剑家诸人望着湖中月影之上的两人 说实话 这两人倒也是极为登队 狼才女貌 我可以看得出 这小子 已经彻底被婉人给迷住了 一片夜空之中 剑泽与剑尹隐隐于其中 剑泽开口 对剑尹说道 剑尹此刻面带笑意 听着剑泽的话厚而满意点头 说应该吧 恭喜二弟 将多一个成龙快叙 剑泽也笑着 对剑尹恭喜道 不过恭喜的同时 剑泽的心中却浮现了一股妒忌 他剑泽 剑尹 剑尹都有女儿 而自己的女儿论样貌 完全不属于他们 可是自己的女儿剑尹 却已跟那个妖孽结下了仇怨 几乎无法跟那妖孽发生什么了 而他剑尹 今后将有那么一个绝世妖孽 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今后将助他剑尹与剑尹争争锋 想到这些 剑泽心中一声叹息 心中暗道 自己那个女儿剑尹 眼力确实是差了些啊 曾经那妄花阁中偶然相遇 若是好好把握机会的话 或许与那妖孽发生了什么也不一定 结果不但没有发生什么 反而被那妖孽给狠狠扇了一巴掌 赶出了妄花阁 此时此刻 剑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二弟剑尹心情很好 以笑容满面 你可以带我离开剑家吗 这时剑碗开口 一脸很认真的模样 望着石峰 为什么需要我带你离开 你自己不能离开吗 听到他这话 石峰有些好奇及疑惑 问他道 听到石峰那话 剑碗点了点头 依旧满脸认真的回答 说我不能 为什么 石峰又问 他虽然回答 却没有自己真正的问题 而就在石峰看着他 等待他回答自己话语的时候 却忽然见到他对着自己 在而一笑 柔声说道 谢谢你今夜的陪伴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我在此提前祝贺你 五道大战起开的圣 成为天下第一天骄 他依旧 没有真正回答自己 刚才那的问题 既然他不想说 石峰便也没有继续再问 对他点了点头 应声 嗯 告辞 剑碗说 告辞 石峰道 就在他的话音刚落 只见身前的这道紫色 倩影忽然飘然飞起 先是身形倒飞 美艳白皙的脸上 还是对石峰露着微笑 带着伤愁的笑 不久之后 紫色倩影转身 飘飞于夜空 逐渐地 消失在了石峰的视线当中 消失于见家众人的视线 子依女子离去 石峰这才开始往湖岸走去 而这时 两岸的人群 也开始逐渐散去 当人群散得差不多 当石峰的身形即将踏入岸上的时候 忽然间 只听一道交呼声突然响起 剑峰 石峰循着声音望去 立即见到了出现前方的一道白色倩影 剑冉 望着剑冉 石峰咧嘴淡然一笑 道 还没休息 剑冉 我有很重要的是告诉你 剑冉 剑冉面色及语其皆极为凝重 对石峰说 不 边走边说 石峰说 嗯 剑冉点了点头 然后与石峰一同 往那望花阁走去 距离湖岸不远之处 剑来剑也剑击三人 依旧站立原地 双目 凝视着逐渐走远的石峰与剑冉 而这时 只听剑也开口 你们说 这人会听确吗 刚才可是很多人在说 这小子 已经被剑婉娜的丫头给你的神魂颠倒了 剑也话音一落 却是没有得到身旁两人的回应 剑来与剑西 双目依旧望着那远去的两人 而跟着 只听剑也深深一叹 又说道 其实吧 今夜月色挺好 趁着这美丽的月夜 小妹跟他生米煮成熟饭的话 也挺好 听到剑也这话 剑来与剑机才回转 剑冉过头 看向了他 剑冉 那剑婉 是我二伯的女儿 剑冉对石峰说 剑婉 石峰眉头乎立一皱 跟着恍然道 你说先前湖中那个与我一起的女孩 没错 剑冉道 她是二伯的女儿 她很有可能 是我二伯派来引诱你 你 最好小心一点 引诱我 美人计 听到剑冉那话 石峰却是一笑 笑问道 嗯 剑冉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现在 我们剑家谁都知道你天赋逆天 而我二伯 便想以剑婉引诱你 引诱我 他们什么目的 石峰又问 当然是想你将来为他们所用了 我二伯与大伯走得很近 他们 一直对我父亲的家主之位有非分之想 他们一定想要拉拢你 今后与我父亲抗衡 听到剑冉这话 石峰又笑 跟着他又道 他们若真这样 那可就白费心机了 第2075章红衣女人 若真这样 他们可就白费心机了 待你们那场舞蹈之战结束 待我拿到你们剑家所答应之物 我便前往神战大陆 你们这的一切 都将与我无关 可是 听到石峰这话 剑冉想说什么 不过在他说出可是两个字后 又没有说出后面的话 他既然担心石峰会受剑婉美色所用 自然也担心他 因为剑婉的美色而留下来 到时候被二伯他们利用 嗯 可是什么 石峰望向剑冉问道 没什么 剑冉摇了摇头 自然不会将心中所想被他说出来 一时间 两人沉默 一直就这样与黑夜中性走着 一直就这样朝着望花阁走去 夜 变得一片寂静 周围 传来了阵阵吱吱吱的虫鸣之音 而就在这一刻 剑冉突然又开口 问出了心中这个很想问 很想知道的那个问题 石峰 你喜欢剑婉吗 当问完这句话后 剑冉心中忽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心跳忽然跳动 必异常的快 他紧张 有些期待石峰的回答 又有些害怕石峰的回答 又后悔自己向石峰问了这个问题 我喜欢他的情音 石峰回答说 听到石峰这个回答 剑冉的心 忽然莫名的一松 不过紧跟着 又紧张地问道 只喜欢 他的情音吗 不然呢 石峰反问 我明白了 剑冉唯唯一笑 不久之后 他们回到了百花丛生的院落之中 没行多久 一座精致的阁楼在他们前方出现 不过阁楼的前方 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满是战斗的痕迹 望着这片狼藉的大地 剑冉苦然一笑 他自然知晓 这些与他的大哥二哥大姐脱不了干系 好了 我已经到了 就此留步吧 石峰开口 被剑冉说 嗯 剑冉应声 跟着道 那便告辞了 明天天一亮 我父亲一定会派人接你过去会合 嗯 明天见 石峰说 明天见 剑冉回应 跟着这位白衣女子转身离去 石峰走向了望花楼 不过就在石峰推门之时 行走中的剑冉忽然转过了身 双目在一刻 又紧紧的凝视着那道黑色身影 直至石峰走入这座望花阁中 直至身影彻底地消失于剑冉的视线 剑冉这才回转过身 走入了黑夜 嗯 望花阁中 当石峰刚刚进入 眉头便忽地一皱 黑暗中 阵阵清香传来 这是女人身上的香味 谁 石峰一声冷喝 不过与此同时心念一动 灵魂之力扫视而出 紧跟着 万花阁中的一切 紧接在她的脑海中显化 轻抬起头 石峰的双目 冷饰着一道悬浮黑暗中的郊区 这是一位身穿红衣的女子 而此时此刻 正冲着自己在笑 眼神勾动 尽显媚态 真正的体现着 什么叫做 勾引 这位红衣女子 正是石峰那日 见到与那建家 青年建于行走于一起的女子 建童 也正是这位女子 当日给了她 阴邪诡异之改 没有想到 她今夜竟然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你要做什么 石峰冲着她冷声一喝 年轻冷俊的面容上 也满是冰冷 我要做什么 喝喝 喝喝喝喝 听到石峰那话 剑童娇柔地笑了起来 这柔媚的声音 仿佛要酥掉人全身骨头 深更半夜 顾男寡女独处一室 你说人家想做什么麻 这说话之音 这说话的骚模样 也是媚到了极点 这简直就是一个 骚到了骨子里的女人 而石峰 面色却是已经变得越来越冷 跟着 只听她在而易喝 孽障 你到底为何悟 今夜来我房中 到底有何企图 当石峰这道话音一落 剑童脸上骚昧的笑容忽地一鸣 双目随之一睁 跟着 渐渐地收起了那魅笑 冲着下方的石峰在而开口 你看出了什么 他在建家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 有人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我看出了你并不是人 石峰说 跟着又道 而你 也不像是鬼 你到底属于什么 我 完美的展现于石峰眼中 哼 听到剑童话语 望着此刻的他 石峰横然一笑 说 我对你没有半点兴趣 即刻离开这里 否则 我必让你 灰飞烟灭 你 听到石峰这话 剑童冷冷地吐出你字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剑童冷声问他 本少自然是男人 石峰说 接着 他又说 只是看不上你这样的货色而已 现在 马上 给我滚 当石峰说着这句话时 一股冷然的杀意 已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直冲半空的剑童而去 顿时间 剑童的心中 猛然升起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已经很多年 很多年 没有产生过了 没有想到 今夜在这里 竟然在一次在这个人的身上感受到 第2076章 万花格 万花格黑暗中 石峰双目依旧冷视着半空中的那个女人 而那个女人的面目 妩媚姿态早就消失 也转位了冷然之貌 冷视石峰 她的双手 开始穿回她的那件红衣 遮蔽回她那具诱人无比的身体 好 我走 而就在这一刻 剑童冲着下方的石峰冷冷开口 而就在她身形移动之际 忽然间 只见一道剑光忽然在黑暗中闪现 朝着石峰往展而下 嗯 石峰的面色 在这一刻 再而猛然移动 那个红衣女人在她的注视之中 她从刚才到现在 一直没有见到她出手 而先前她的灵魂之力扫视过整座万花格 一切竟在她的脑海中显化 她并未发现神魔异常 并未发现有第三者 但是此刻 却出现了一道剑光向她狂猛斩下 在这万花格中 真有第三者 向她出手 斩来的剑光很强 速度很快 转瞬即到 此时此刻 石峰的右拳之上已经缭绕着无比狂暴的暗黑雷霆 动用的 乃是神魔真雷第八式 一道八星半神级别战绩 神雷战破 轰 一阵无比狂暴的雷暴声轰响 使风那一拳 无比狂暴地轰在了那一道斩来的剑光之上 顿时之间 剑光泯灭 这一拳 虽然属于八星半神级别战绩 但这毕竟出自神魔真雷 已然不是普通的战绩可比 狂暴的雷霆之威 就算普通的九星半神战绩都有所不及 剑光泯灭之后 石峰顿时剑到了上方的黑暗之中 暴力着一道年轻身影 那人 正是今日伴于他手的那位剑家天才 剑怡 刚才那一道剑光 竟是他展出 不过石峰却从刚才那一道攻击上 感觉到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短短半日 这个人 他又变强了 刚才那一道剑光 力量 明显已达真神 此人的进步速度 可堪称飞快 而且 他一直藏于这万花格中 自己刚才竟然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太过诡异 这时 石峰见到那红衣女子转头 冲着那剑怡说道 真是个没用废物 权力一击 竟然还是被他如此轻易破去 废物至极 剑怡听着他那话 脸面之上 却是没有半点波动 双目 还是冷视着下方的石峰 很快 石峰便发现了这个剑怡的不对劲 冲着那个女人说道 我知道了 他不管力量还是境界 提升力如此快 一切 是你倒的鬼 没错 剑怡确实没有否认 笑着对石峰说 跟着他又说道 这是我新提炼出的剑怡 无论哪方面 都是曾经的他无法相比 怎么 心动了吗 若是你愿意 我也可以让你变得更强 变得更加的完美 成为这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傀儡吗 石峰不屑地反问他道 你 当然不是 剑怡连忙解释说 你与他不一样 你是绝世妖孽 是我一直想要的完美男人 是我最佳的配偶 我自然不会像对他那样地对你 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 让你拥有更强的力量 如何 没兴趣 石峰说 现在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给你十个呼吸的时间 若不离去 不仅是你 就连你这傀儡 都 灰飞烟灭 刚才便警告过这女人一次 这女人不但没有走 反而让这隐藏于暗中的剑奴 对自己发动攻击 而这一刻 石峰又对这阴邪诡异的女人 发出了警告 又全之上 暗黑魔雷更加狂烈地闪耀起来 真是个无情的男人 剑童妖媚地翘脸上 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说 一 而这时 石峰已经吐出了一段时间 他的杀意已经变得更甚 哼 我们走 剑童嘟着嘴 露出了小女人般的姿态 发出了一道冷哼 对不远之处的剑奴说道 说完这句话后 剑童身形飘动 往望月格那两扇紧闭的大门飘去 剑童身形动了 而那剑奴 双目却还是紧紧地盯着石峰 从他的身上 可以感受得出无比浑厚强烈的战意 如今的他尽管已成为傀儡 成为了那个女人的剑奴 但是他对石峰 依然留有不屈的意志 剑童落于大门之前 将两扇大门拉开 这时回转过头 对着半空之中的剑奴一喝 走了 没用的废物 在剑童的这道喝声之下 剑奴身形着才飘落了下去 当剑奴落在剑童的身后之时 紧跟着 并见这两道身影同时一个闪动 离开了望花阁 望花阁中 很快便又只剩下了石峰一人 不过就在这一刻 那道妖媚的声音 又从不远之处传了进来 我从你的血脉中可以感受出 你并不是剑家人 如果你想要对剑家不利 可随时来找我 与我联手 我 非常想亲手摧毁掉这个恶毒的剑家 而我刚才说的话也是真的 我是很想让你 成为我的男人 成为我在这个世上 第一个男人 娇媚的声音 逐渐地飘远 逐渐变得仿若虚幻 石峰右手往前随意一个摆动 啪地一声 那两扇紧闭的大门 重重地关闭而回 对于那个女人的提议 无论哪个 石峰自然都没有兴趣 摧毁剑家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如今在剑家 招惹自己的也不过是那几人而已 至于其他人 那个剑冉 以及家主剑狱 对于自己还算以理相待 而至于成为他的男人 石峰 就更没有兴趣 他有他日夜思念的女人 他的爱人 明日便是剑家人 总是提起的那场舞蹈之战 剑冉说了 天亮之时会有人来接自己 不过此刻 离天亮还需要一些时间 既然还要一些时间 石峰便盘膝而坐 坐于这片地面之上 紧跟着心念移动 血光闪现 火焰树 再而被他从血石碑的空间世界中召唤而出 随后 石峰双目闭上 再一次进入了五道感悟之中 时间逐渐过去 随着时间 飞暗也逐渐地退去 天色 逐渐变得灰蒙蒙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时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 第2077章奥天舞帝 敲门声响 从修炼中行转的石峰 将万花格大门打开 随即间 他见到门外正站着一位身穿灰色衣袍之人 这个人浑身藏在灰袍之中 也看不清他的面貌 紧跟着 一道苍老低沉的声音从灰袍中传出 家主让我带你过去 好的 石峰说 接着他便出了这个忘花格 跟随于那灰袍老者之后 朝着剑家众人会合之地走去 在灰袍老者的引领之下 石峰来到了一条宽阔无比的金色大河前 金色大河之中 和烂无比狂烈的流动 汹涌翻滚 石峰的视线一直沿着那条金色大河往前 见到了前方遥远之处 有着一座同样无比巨大的金色瀑布 而在那金色瀑布之上 悬浮着一座无比巨大的古老祭坛 仿如一座悬浮虚空的巨山 那是一座跨域传颂大阵 而且石峰看出 这座空间跨域传颂大阵 比他曾经见过的都要壮观 整座祭坛 散发着异常浑厚的空间之力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暗金色远古符文 不断地在祭坛上流转 透着神秘沧桑的气息 家主他们 就在哪里 我们过去吧 这时 那位灰袍老者出生 指着那座古老祭坛对石峰说 嗯 石峰应声 跟着与那灰袍老者的身形同时飘然而起 飘向前方 脚下 是汹涌翻滚 奔腾的金色大浪 没过几个呼吸 灰袍老者便引着石峰接近了那座古老祭坛 此时此刻 古老祭坛上已经沾满了剑家之人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身影 剑家聚集此地者 足有五千之众 而石峰的到来 顿时吸引了一道道目光 剑峰 就在这时 一道女子交呼声传来 正是剑染 对石峰发出了呼唤 发出那道交呼之声 剑染还对他招了招手 示意着他过去 虽有五千之众 不过这些身影 早就全数映入了石峰的脑海之中 除了剑染之外 石峰还见到了剑家家住剑狱 还有剑狱兄长剑泽 他的女儿剑琼 以及昨日为自己弹琴的美丽女子 剑婉 剑染的两位兄长 剑来与剑来 他的大姐 剑姬 剑家大长老剑山 剑家另一位参战的天才 剑怡 甚至那位昨晚勾引自己的红衣女子剑童 也在其中 石峰看到 自己的出现 那位剑家美丽女子剑婉 抬起头对着自己奄然一笑 那位剑童 骚媚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邪意的笑容 也对石峰在笑 甚至笑得有些勾人 石峰只看了那的剑童 几眼便没去看他 飘然而动的身形 最终落入到了剑染的身旁 与家主剑玉 大公子剑来 二公子剑也一众站在了一起 而当石峰选择与剑染一同的时候 顿时间又有阵阵议论声在私底下响起 这剑锋 昨天跟剑婉一起 这又选择剑染了 是啊 我就说他是薄情寡异之辈啊 变来变去 嗯 论美貌 气质天赋 以我看 其实这些剑染与剑婉不相上下 不过论身份 剑染毕竟是家主最疼爱的二小姐嘛 说的也是啊 如今家主领悟了天地为剑 家主之位更为稳固 换成是谁在这二者之间 都会选择二小姐吧 石峰到来之后 跟着又有件家人陆陆续续地赶来 这座祭坛上的身影越聚越多 最终达到了六千之众 不过虽为六千之众 但是这座巨大的古老祭坛 却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只占了十分之八而已 而就在这时 一道尘声大鹤 忽然在天地间响彻 时辰已道 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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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阵大鹤声不断回响 紧跟着 一股无比磅薄的空间力量 从众人脚下的这座古老祭坛上升起 祭坛之上 逐渐亮起了金光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暗金色古老符文 此时此刻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狂乱游动了起来 看着很混乱 但又感觉很有秩序 仿佛响应着某种天地规则 顿时间 璀璨无比的金光扩散 瞬间吞噬了祭坛之上的六千多件家人 下一刻便见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直冲天际 冲入了苍穹之中 转瞬消失 金光消失 那座巨大的古老祭坛之上 此时此刻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见家六千之众 皆被这座传送祭坛给传走 这么浩大的工程 指着一瞬 金色光柱穿梭 从天而降 轰地一声报名 天摇地盪 金色光柱落在了一片广阔的大地之上 金光化为点点碎光消散 剑家六千之众 在这一刻奇奇显现 这时剑染开口 对石峰说 中原大地 到了 武道大战 便在中原大地 这片澳天无地举行 哦 听到剑染这话 石峰点了点头 此刻他的双目 望着脚下的大地之上 大地之上 也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 这些古老符文 与建加那座远古祭坛上的符文极为相似 同样透着磅礴浑厚的空间之力 看来这片大地 与建加那座传送祭坛相应 有这片大地在 在通过那座传送祭坛 可精准地传送到这里 石峰按自开口 分析到 跟着 他便抬回起头 双目 瞭望向远方 在远处 屹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古老建筑 仿佛一头远古黑色巨兽 奥利大地 建道石峰的双目望向了那座建筑 建然在而开口 对他说 哪里 便是此次武道之战的战场 而就在这时 只听家主建玉 对着建家六千之众沉声喝道 走 在建玉的喝声之下 建家众人 往那黑色古老建筑行去 不久之后 石峰便见到了那座古老建筑的城门 此刻城门正洞开 仿佛黑色巨兽正张嘴咆哮 仿佛要吞噬一切 还未进入里面 便有鼎沸的人声从里面传来 热闹非凡 今日 是五大古老势力举行的武道之战 不仅对于五大势力来说是大事 对于整个小世界 都是头等大事 参战者 来到了中原大帝 来到了这片奥天吴地 更多的围观者 也都从四面八方文训而来 第2078章赢家天才 银翼 奥天吴地 十分据建然所说 曾经 乃是一片远古战场 而屹立奥天吴地的这座黑色古老建筑 相传也是源自于远古时期 经后人改造 最终成为了一座五道大战场 穿入高大耸立的城门口 顿时之间 里面的一切展露无遗 中间是一座巨大的战场 而四面八方 乃是一座座看台 看台之上 此时此刻已经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影 唯有北面看台 至今空无一人 因为从古至今 哪里 只属于建家 唯有建家人可以坐在哪里 其他人 喜感 建家众人一进入战场 旋即间 便吸引了一道道目光望来 建家 建家也来了 五大古老势力之一的建家 听闻最近 建家出了一位绝世妖孽 不但天赋逆天 更是胆大包天 就连赢家的三宫子 都被那个妖孽给诛杀了 这个我也有听说 前些十日 我走到哪都在说那件事 据说迎藤甚至带领赢家众强者降临建成 却还是没有将那个妖孽怎么样 我还有听说 就连建家那位大老爷建泽 都无法拿那个妖孽怎么样 建泽 那是真神二重天的绝世强者 早就成名多年 声名显赫 不会吧 那个妖孽如此变态 我更得到小道消息 据说那个妖孽 可是建家家主建狱未来的女婿 建狱的女儿 已怀有身孕 已有她的种 那个妖孽 到底是哪个呢 这次武道之战 那个妖孽也会上场 到时候 我们便知道是哪个了 对于建家的阵阵议论声 人们听到大都议论的 都是那一位斩杀赢家三公子 横空出世的那位妖孽 这些时日 时封就算一直在建家 可是整个小世界 却是不断流传着 这位妖孽的传说 十几天前发生的那几件大事 他就是想低调 都已无法再低调 建家六千之众 逐步走上了北面看台 身份由低往高而坐 身份越高者 坐得越高 建狱身为建家之主 自然坐于最高处的守卫 而建狱的四个子女 也跟随着他往最高处飘飞而去 时封也在其中 还有大爷建泽 二爷建影 以及建家的大长老与诸位长老 诸位太上长老 诸位身份尊贵的长辈们 皆往高处飘动 不久之后 建狱便落在了主位之上 时封与建燃几人 落于他的身旁 建燃坐在了建狱的右方之位 跟着指着身旁的座位 对时封说的 建峰 你坐在这吧 好 时封没有犹豫 也没有拒绝 爽快递答应了下来 跟着 便就此坐下 而就在时封刚坐在建燃的身旁之际 一道白色倩影 坐在了他旁边 正是建燃的那位大姐 建姬 坐下之后 建姬满脸冰冷地冷饰着时封 这一副模样 仿佛时封欠了他无数的钱 时封看了他一眼便没有理会 这个女人对于他来说 根本翻不起什么风浪 随着建家人坐下 接下来 便是等待着这场舞蹈之战开始 时封如今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比武 然后拿走建家答应的那六件真神战器 然后让建家人带自己前往神战大陆 阵阵说话声 时封还是不断地在各个看台上响起 而这时 时封眉头忽地一皱 他忽然感应到前方远处 一股无比冰冷的沙翼冲击而来 感应到那道沙翼 时封旋即忘了过去 前方看台 乃是赢家所在的西方看台 时封此刻的双目 凝视在了一张年轻冰冷 面色白的有些过分的脸上 这是赢家的一位年轻舞者 年龄看上去与时封差不多 身穿紧衣 时封可以很明显地感应出 刚才那道冰冷的沙翼 正是从这位赢家年轻舞者的身上散发出 此人年纪轻轻 却没有想到他的舞蹈境界 竟然已经步入了真神 这一刻 他仿佛也已经感觉到时封望向自己 突然咧嘴 冲着时封不屑一笑 赢翼 没有想到 他步入了真神 这时 时封身旁的剑冉忽然惊然出声 此人站立如何 时封问剑冉 时封自然感应出 剑冉也正望向对面遥远处看台上的那个人 也因那个人而发出惊呼 而刚才望着那个淫义 就是他时封 都产生了一股很不简单的感觉 听到时封那话 剑冉满是凝重地缓缓开口 对时封说道 剑家二十岁以下的第一天才 此人 战力极为变态 几年之前 他的舞蹈境界在九星半神境的时候 便有战败真神一众天强者的战力 而如今 他竟然步入了真神一众天 这几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这个妖孽 成长到了什么地步啊 不 听到剑冉这话 时封点了点头 当日迎藤降临剑城 最终提出条件 让自己跟剑冉参加这一场舞蹈之战 那个时候 迎藤便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一看便有所依仗 好像一切可以在舞蹈之战上了结 看来迎藤当时的依仗 便是这个淫逸了 哼 而这时 时封发出了一道不懈的冷恒之声 说 好 挺好 赢家的一位天才 看来 要在这场舞蹈之战中提前夭折了 对方既然想要自己性命 他时封自然不会客气 想要他时封死的人 自然地死 遇到此人 一定要小心 而渐染的脸上 依旧挂着担忧之容 对时封再次满是凝重地开口说 他生怕时封大意 不将此人放在眼中 到时候遇到这个淫逸 而吃大亏 若是不小心吃了大亏 一搞不好 那便是生死的局面 在时封杀了赢家那位三公子开始 这场舞蹈之战 剑家与赢家 便已经进入了不死不休 这一次的舞蹈之战 裁判者刚轮到了赢家 所以剑家与赢家的舞者 一定会在这场舞蹈之战上遇上 我知道该怎么做 听到剑染的话 时封对他轻轻点了点头 回答说 我们的战斗对手 赢家人估计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到时候若与这营翼一战 一定不可大意啊 剑染在而对时封嘱咐 第2079张右线残花剑 对于剑染的再次嘱咐 时封只是饿了一声 便没有说什么 窗目开始扫视着各个看台 剑家看台 坐有不少剑家强者 前方的赢家看台中 也坐着不少来自赢家的强者天才 而除了剑家与赢家之外 其他方向的看台上 也是强者灵力 据说此次太吴圣帝 灵霄圣帝 剑家 赢家 五大最强势力举行的这场武道之战 除了五大势力之外 小世界中的各方势力 也从四方赶来 一睹这五大势力 培养出的年轻天才一战 时封双目缓缓扫视了一圈之后 武道之战却还未正式进行 只见他的双目缓缓闭上 背靠身后的石壁 仿如入定了一般 渐然见到时封这样 便也没有再出声对他说什么 天恒大陆 东域 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国 流云帝国 皇城之上的虚空 啊 啊 啊 此时此刻 虚空之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身影 这些身影 浑身上下揭布满着颜色各异的鳞片 而这阵阵极为凄厉的惨叫声 竟不断地从这些布满鳞片的一组嘴中痛吼而出 那 那人是谁 竟然如此强大啊 他 他正用他手中的剑 护佑我们皇城啊 好 浩墙 这些异族 一个个都浩墙大 但是那个人 更强 流云帝国皇城之中沾满了人影 一个个抬头望天 望着虚空之中极为震撼的一幕 在流云帝国 最强者乃是流云帝国太皇属流木 五道境界 步入了二星五宗 但就算他流木 以及身旁的流云帝国众强者们 面对着虚空之中密密麻麻一族 皆感觉自己犹如蝼蚁一般 见到那些如蝗虫般席卷而来的一族 原本他们以为 整个流云帝国与他们 全都要完了 但却没有想到 虚空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 身穿蓝色长衣 手持一柄黑雾缭绕的剑 正在不断地斩杀着虚空中的那些异族 那些令第一强者流木都身心俱颤的异族们 却是被那个人如割稻草一般 一剑斩出 剑光闪现 一颗颗布满灵片的头颅冲天飞起 一眼望去 足有数千颗头 天 天啊 这一刻就连那位太皇叔 流云帝国第一强者 都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惊然大呼 我流云帝国 何时有如此强者 死 死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啊 这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曾经从未见过如此人物 是啊 死人到底是谁 流木的话应刚落 皇宫长楼 就连流云帝国皇帝刘业 都惊然开口 一个个皇室之人 一个个文臣武将 流云帝国一个个强者 皆在惊叹 不过他们 也从来没有见过 那个身穿蓝衣之人 他 他是他 是他啊 而就在这一刻 人群之中 忽然有人发出了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陛下 皇侄知道此人是谁 皇侄见过此人啊 而当此人话音一响 一个个人旋即朝着那人望了过去 说此话的 正是流云帝国辽王之子 刘磊 辽王流显 战功赫赫 威震整个流云帝国 而他的这个儿子 小王爷刘磊 是个出了名的二世祖 没有想到 他竟然认识虚空之中的那位兰衣强者 已认识 他是谁 辽王流显旋即开口 有些不相信地问自己这个儿子道 刘磊回答说 多年之前 陛下曾派人出使云莱帝国 当时我贪玩 想溜出去看看 便随同使臣前往了云莱帝国 那个时候 云莱帝国金鹏王尚在人世 他知道我父王乃是辽王 便留我在金鹏王府玩了几日 那个时候 我在金鹏王府中 结识了金鹏小王爷精灵 还有了这个人 他 他 他好像叫李刘兴 李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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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那三个字 刘云帝国的一个嘴 皆竟然喊着这三个字 这个陌生的名字 云莱帝国 还有如此一号强者 太皇属刘牧老脸之上眉头紧皱 暗暗尼难道 李刘兴 我也从未听说 辽王流显 轻轻摇头 这个云莱帝国 这些年可一直不简单啊 皇帝刘业开口说道 前几年 云莱帝国与他流云帝国一样 乃是东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 但自从龙傲死后 新皇龙臣继位 云莱帝国的版图 直接扩大 那可是吞并了天苗帝国如此庞然大物 而作为云莱帝国的邻国 流云帝国众人早就了解到 那云莱帝国出了一位绝世妖孽 这几年整个东玉 都在流传着那个妖孽的传说 如今却没有想到 这云莱帝国除了那一位妖孽外 还有这么一位影视强者 李流星 小王爷流磊 这一刻的双目又望向了虚空 望向了那一道绝世的蓝色身影 再一次暗暗惊然道 当时据我了解 这里流星的武道境界 不过在武王境啊 他怎么会 如此强啊 人 还是那个人 面貌还是如此面貌 不过此时此刻的李流星 给他流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虽是那个人 但却又好像换了一个人 而对于流磊的这一句话 众人自然已经不去理会 虚空那个人的武道境界 何止武王 不说别的 武王之境 如何破空 李流星 这一刻 李流星三个字 已经直接烙印在了 流云帝国众人的心头 他们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幕 强大的异族降临流云帝国 一位神秘年轻强者横空出世 以他手中的剑 斩杀一切 每一剑 必有无促异族身影 这片天空 残之断壁乱飞 下起了一阵阵颜色各异的邪雨 下起了一具具残缺不起的异族尸体 残花剑 李流星 而小王爷流磊的嘴中 还在暗暗呼着这六个字 脑海之中逐渐浮现了当年初次见面时的那一幕 那个时候 身为辽亡流显之子 流云帝国的小王爷 心高气傲 眼高于顶 有些看不起那个什么残花剑 却是没有想到 他竟是如此一位隐藏实力的强者 这一刻 刘磊甚至在心中有些后悔 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去结交这一位 错失了一次那么好的机会 如此强大的他 今时今日 恐怕都不记得这个世上 还有自己这么一个人吧 那个时候 真正不屑的人 应该是他吧 第2080章赢家战舰家 网荒大陆 小世界 战场 一位威风凛凛的金袍老者从天而降 落在了战场之上的虚空 当这金袍老者身形一顿之时 闭目仿佛入定般的始风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凝视着那位金袍老者 这是一位与剑狱 剑泽等境界相当的超级强者 而就在这时 剑然冷冷出声 说 赢家大长老 赢言 剑然先前便说过 此次武道之战 裁判者乃是这赢家人 看来这场武道之战 便由这位位高权重的赢家 大长老亲自来主持 当赢言一现 各处看台原本造杂的声音 也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一道道目光 皆不断地凝视在那道金色威武的身影上 赢家大长老现身 这便意味着 这场武道之战 即将开始 赢言傲力当空 老脸威武肃目 而就在这时 只听着赢家大长老乘声开口 宣布到 武道之战 开始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就此决定了这无比重要的一战 就此展开 而随着赢言的这六字宣布 喧闹的各处看台 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在这一刻 所有的双目 都注视在了大长老赢言的身上 这一刻 赢言俨然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而接着 只听着赢言在而沉声开口 今年的规矩 还是按照网言一样 由裁判者指定其中两大势力出战 三战三 赢者晋级 败者淘汰 第一战 赢家 战建家 赢家战建家 赢家战建家 当银言话语一出 无数人发出了奇奇惊呼 人们都知道近段时日 建家与赢家之间的恩怨 却没有想到 这赢家竟如此心急 这么快就宣布了要与这建家做得了结 他们可是听说了 此次之战 建家可是已经答应了赢家 将派那为杀死三崩子迎开的凶手出战 我去了 这时 建燃望向石峰 说 当年五大势力制定此战之时便定下规定 参战者 五道境界从低往高出战 此次建家参战的三人中 建燃五道境界最低 只有他在八星半神之境 所以 必须由他先出战 加油 石峰对他说道 嗯 建燃对着石峰咧嘴一笑 紧跟着 便见他身形一动 从看台之上飘飞而起 飘落向了中心之处的巨大站台 淑妇 赢家之中 坐于家主淫藤身旁的一位年轻男子 冲着淫藤沉声喊道 年轻的面容满是坚毅 此人 乃是淫家的一位天才 淫爱 听到淫爱的喊声 淫藤缓缓转过头望向了他 对他点了点头 说 杀死那个贱人 不用留守 淫爱坚定开口 对淫藤说 请淫藤放心 淫爱知道该怎么做 嗯 听到淫爱这话 淫藤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又轻声说 去吧 对于淫爱的天赋 淫藤还是很有信心 淫爱 多年之前 五道之境变已经步入了八星半神 这些年一直刻苦修炼 已经达到了八星半神巅峰 离九星半神 只差一步了 而那害死自己儿子的见家见人 前些十日的五道境界 不过七星半神 如今达到八星半神之境 也不过这几日刚刚步入而已 怎能与淫爱相比 此见人 还有那个畜生 此次必死 淫藤狠狠地说 这时 淫家天才淫爱的身形 也已经从淫家看台上飘飞起 也如渐染一样 飘落向下方最中心的那座看台 见家二小姐 她便是见家二小姐 见家气质格格不俗 仿如见仙灵凡 这见家二小姐 气质更加出众 当渐染身形一线之际 刚刚沉静下来的看台 又发出了阵阵声音 渐染飘然而落的白色身影 仿如白衣女见仙将灵 英姿飒爽 跟着 渐染落在了站台之上 随后 一道黄色身影到来 正是那身穿黄色战衣的赢家天才 淫爱 哼 见家见人 一见渐染 淫爱便发出了这阵不屑的横声 一听如此言语 渐染清冷白皙的俏脸 顿时变得异常的冰朗 顿有杀意从他的身上弥漫而出 此人的嘴 很贱 而这时 那个淫爱在而对渐染不屑开口 说道 我奉我赎赴淫藤之命 来取你这贱人性命 若你这贱人事项的话 便就此自吻谢罪 否则的话 哼 你一定会后悔上这站台 淫藤的走狗 听到淫爱这话语 渐染对他冷冷不屑地吐出了声 而听到渐染的这句称呼 淫爱带着不屑之色的面容 也旋即冷了下来 接着 只听渐染在而开口 你一定会后悔 走狗 争 忽然之间 只听一道长剑出鞘的翠响声回道 一柄白色长剑 顿时从渐染的身上冲飞而起 这是一柄 真神战剑 渐染本来有一柄神剑 这是剑家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渐染跟剑家人说 那柄神剑 他已借给剑锋 而参加此次武道之战 剑家自然再给他一柄神剑 斩 剑染右手承剑指 对着前方做了一个斩的动作 那柄冲飞的白色长剑瞬间斩下 斩向那银爱而去 喝 面对斩来的一剑 银爱冷声一喝 从虚空抓出了一柄紫色战斧 这是一柄同样真神级别的战斧 银爱右手紧握战斧 然后冲着那柄战剑狂猛砍下 平 两气顿时相撞 一阵无比狂猛 无比清脆的脆响之声 再一刻回荡起 空间 顿时如同海浪般沸腾 狂龙扫尾 而这时 只听银爱在而一喝 双手都紧紧握住了神斧 然后狂猛而荡起 紫色战斧上 顿时显化了一道庞大的紫色龙尾虚影 随之狠狠地荡向那柄白色神剑 朕不过与此同时 一道交呼声传下 只见剑染的身影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那柄白色长剑之上 暴力长剑 一股神秘的剑之力从它身上升起 然后 白色剑光闪现 一股无比巨大无比磅薄的白色剑光 从这柄白色长剑上升起 剑力 腐力 这一刻又狂猛碰撞在了一起 轰 狂烈无比的爆破声旋即又回响 空间 顿时在强强之力下变得更加狂暴混乱 顿时在强强之力下变得更加狂暴混乱